狂狂再一次卸下篇章 无疼不同意用力的举重 把号角追向 我们用爱牵起台湾 一起选择一起承担 守护绿色的自然 尽量尽强 为了我的全心动弹 最后你是 我们用爱牵起台湾 当冰算叠到临线弹 守护你我的失望 全民八卦 共同时为一保护 打开追回来 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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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 让我们一起站出来 为台湾最后一次公投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 今年12月18日 台湾最后一区终头 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不能没有你 拿着银杖 在阳光下 回忆起我们过去的时光 是我的信仰和你的理想 用阵子标记冲撞 我也很想在你身旁 是你陪我在懵懂中成长 在一起歌唱 在一起彷徨 在一起写下篇章 无论不同意用力的举重 把号角追向 我们用爱牵起台湾 一起选择一起承担 守护绿色的自然 尽管前程为了冒冒前行负担 最后一区 我又爱牵起台湾 好冰酸的大冰鲜杆 大家晚安 这个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等一下 8点半未复不要开记者会 我们等一下可以顺便看一下 那我们先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先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先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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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8日 让我们一起站出来 为台湾最后一次公投 录下你神圣的银票 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 今年12月18日 台湾最后一次共同 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不能没有你 拿着银杖在阳光下 回忆起我们过去的时光 是我的信仰和你的理想 用阵子标记冲撞 我也很想在你身旁 是你陪我在懵懂中成长 在一起歌唱 在一起彷徨 在一起写下篇章 不同不同意用力的举手 把号角吹响 我们用爱牵起台湾 一起选择一起承担 守护绿色的自然 成功强强强 为了我的全心不担 最后一句 我们用爱牵起台湾 当冰酸跌倒冰鲜 在守护 你我都是爱 全民八卦 共同时为你保护 都在乎为你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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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八日 让我们一起站出来 为台湾最后一次公投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无论你的立场是什么 今年十二月十八日 台湾最后一次公投 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 不能没有你 拿着银杖 在阳光下 回忆起我们过去的时光 是我的信仰 和你的理想 用阵子标记冲撞 我也很想 在你身旁 是你陪我在梦当中 没有办法 我们的 地反帝国际 又爱与他 没错 这不是在助长他的生存吗 难道你要喝 算了不要乱讲话好了 音乐音乐 不要乱讲话好了 音乐音乐 没有了 我们还是低调一点 你选择一起承担 守护 绿色的自然 经浪江江江 为了我们全情不担 最后你思考 有爱 看起台湾 当兵算叠到 明显大 守护 你我的失望 学名法官 都当时 唯一豹不散 喊大 喊大 让人 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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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事情鬧到這麼大耶 這是前所... 是這個... 很恐怖喔 不是 這兩個不一樣耶 那個... 保齡案跟那個不一樣耶 不是 保齡案是一間賣素食的 你講的那個是日本的那個小林之樣 對 但日本那個事情也讓一百多個人注意 好像也死了兩個人 很誇張 日本現在就是...然後你就看到他們一排那個高管出來 那邊鞠躬道歉 鞠躬道歉謝謝兩次 人還是...人死了就死了 就說 哎呦 工匠精神啊你還不知道 還有衛福部 我真的很怕講衛福部等一下用黃標 衛福部真的很討厭 我會把他們頭壓的 從外面撕下去看會不會死 把他們全部下去好了 不是 我很怕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是什麼 講那個... 術發部 術發部沒事 不然你不要講他好不好 講他你就拜拜了 就很怕啊 看一下我們最近被他寫太多 今天吃了幾隻黃標的口氣 你覺得還有一個原因是... 你會不會在外面撒下去 你會不會在外面撒下去 唉...真的 可能那一天直播沒事 因為我突然轉換講進去講的 他現在也在講的時候我腦子很大 完了完了完了 還好就是上片是沒事 但是那個秀車一直死 秀車已經... 唉...終於省過了 再加上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以前自己 上禮拜的秀的跑不爆 連基本上每天都爆 他可能直接開始一轉打你 有可能 最近秀車不錯耶 爆破萬了也有 而且那個什麼 我們踢他最近長了一波你知道 小長一波 蛤 蛤 有可能 有可能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要講的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要講的 槍轟 蘇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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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X貓一講馬上有新聞 也太扯了吧 大撤離 他都可以跟陳時中開線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要講的 衛福好像... 我先去看一下衛福的網站 他應該會在衛福的網站 他應該會在衛福的網站 標題不要打 對耶 不敢打標題 打在裡面 打在外面不行 等一下是在衛福的網站 衛福的網站直播嗎 我也不知道 現在還沒看到他排出來 好吧 如果有就會在那個 台之光暗 台之光暗 還有什麼P 還有一下 也是可以在講 陳明通暫簽版 台湾會後一次共同 決定回未來的P 這好像已經在過了 還有什麼可以講 喔 這攻都猛這個拿出來算一下 這太扯 攻都猛 還有一個 攻都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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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都猛一個綠多猛 在你身旁 是你陪我在夢動中成長 在一起各場 在一起徬徨 在一起徬徨 在一起卸下變成 很痛 從不同於用力的追求 把草角追向 把草角追向 把草角追求 好 這樣差不多 等多體 應該可以開始 我喝個水 歡迎收看今天的歷史歌talk 我們今天繼續追求歷史追求真相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還是要麻煩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呢 我們這個30萬訂閱目擊中 我們最近拿這個30萬的勢頭 確實還不錯 感謝大家 這個敢在30萬訂閱牌壞掉之前呢 真的是各種殘破 希望他可以撐過我們30萬訂閱 好 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吧 OK 然後 我把今天的hashtag標一標好了 那今天下午啊 這是在忙一個事情 今天那個李盛鋒老師來錄影 然後呢 但同時我們在忙什麼 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呢 一直在忙啊 就是一直被黃標 上傳後台就黃標 真的是 真的是傻眼到極點 這個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可是看來就是這個樣子 OK 好 所以蠻無奈的 真的是在對抗他 我們已經 因為我最近那個講那個周明軒嘛 然後民進黨是很不想要你去提到那個周明軒啊 所以他就瘋狂的黃標 真的只能用瘋狂來形容啊 這後台呢 就是對了一大堆的黃標 每上傳一支就黃標一支 然後我就一直改標題 一直改 一直改 然後這個想盡辦法呢 看怎麼樣子 讓他可以上片啊 這個可以過 所以我今天下午 一直在忙搞瞎倒貨這些事情啊 煩死了 今年感覺真的啊 有一種這個流年不及的感覺啊 但是這個還是得面對啊 對吧啊 報靈案啊 我知道有個東西可以講了啦 那個什麼 這個今天還有什麼 今天速發布公都盟 其實還有一個可以講馬英九訪錄啊 但是馬英九訪錄 我給大家問好了啊 這個我們除了報靈案可以講一下之外 速發布公都盟 那接還有一個造謠大軍 這個造單不用放 這個放在後面 接發造謠大軍 還有一個 那我問大家講好了 公都盟跟這個馬錫二會選一個 說一下 公都盟跟馬錫二會選一個 公都盟刷一 馬錫二會刷二 公都盟跟馬錫二會選一個 OK 公都盟刷一 馬錫二會刷二 好吧 我們看一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非常尊重大家的這個意見了 然後這個網軍 速發布 速發布一定要講一下 那個真的太瞎了 瞎爆 看一下 速發布 有啊 速發布啊 槍轟速發 不能再多寫了 好不好 不能再多寫了 那一天我在中天才剛被他正經到而已 公都盟 OK 馬錫二會 馬錫二會多一點 那我們換一題 綠色公都盟 等一下有空再講好了 就馬錫二會 北京 OK OK好 那換一下 馬英九 習近平 我們說 中國 呢 現在 中國 我愛中國 中國 我愛政府 但是 你自己算絕對被人家檢查不懂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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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what? Sleepy Joe is missing in his garden You know 那個OK好差不多 馬演員為什麼是馬演員 想到這個兩岸就想到我們的偉大的 我最近川普的那個叫什麼 那個rally看太多了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你看川普的rally 就他那個造勢現場就會越看越high 必須說啊這是很荒唐啊 但他的表演的那種即時的娛樂性 真的是太強太強 而且你知道他現在開場還是要跳一下YMC 你知道 他應該是用來版權啊 像我們也擺有版權 沒有辦法 OK 對 手風琴手是不是 他鼓掌是這樣 對 對 沒有人比我更懂習近平 沒錯 好 來 我來看一下 今天的標題 OK 好那我們來講吧 來講今天的事情 看一下 把一些東西關掉 3月24號 對齁還是有個重點 我得自己寫分段 28分 57 好 小心 OK 來 我們第一個來談一下這個保齡案的事情 保齡案今天 巧心有做質詢這個衛福部長薛瑞遠 那目前為止保齡案的整個進度 給大家看一下 蠻慘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是聯合報整理的 目前的整個個案的狀況已經收治了19個人 那人家說保齡案是什麼 就保齡茶室 它是一間 數十連鎖店 然後 在各大百貨公司 或者是在一般的街道上都有店面 那這一次所出事的呢 是在這個信義區的某百貨公司的地下室 這個地下室的這個美食商店間裡面 照理來說這樣的用餐環境應該是相對好的 然後呢 因為百貨公司對於這個自己的商譽啊 對於管理啊應該也是相對是嚴格的 所以怎麼會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吃一吃之後呢 事發的時間呢 用餐時間是3月19號 事實上呢已經是上禮拜二的事情了 後來陸續出現身體不治 第一例呢搶救不治呢 你可以看到 是這個第八個案例的這個39歲男 他吃的是插龜阿條 還有呢這個香蘭葉果汁 那3月24日搶救不治 那這個是在台北馬街 救治的 這個39歲男呢是金融業的從業者 據說呢他是ETF的專家 行銷人員 ETF呢 這個最近這很夯嘛 所以這個算英年早逝 那第二例呢不治的案子呢 是在3月27號 這個66歲男 那現在也是搶救不治 所以這在新光醫院呢 目前這兩個 那其他的都蠻嚴重的 比如說呢第二例這個40歲女啊 在加護病房 31歲呢這個一個男生呢 也在這病房救治 那目前看起來呢 主要都有吃到插龜阿條 那有一個第11例的39歲男 沒有不知道他吃什麼 那除了吃插龜阿條之外呢 就是吃這個華旦和粉 所以看起來有一個通力 就是不是插龜阿條 就是吃和粉 那目前的狀況 比較嚴重的這個 主要是有兩死五重症 五個重症 那輕症的還有一例在治療 那其他的有一些是自行看診 然後有做這個通報 通報 說真的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一個事件 我們也是覺得 這個心情也是覺得 受到一些影響 那可是你知道嗎 今天我們不是 我們今天為什麼用這個當標題 因為 這個應該把無私咬放上來才對 這個綠尾造謠 怎麼是敲打衛服部長而已 對造謠是誰 其實是無私咬 大家知道嗎 那 這當然質詢的對象是薛瑞遠 我們等一下跟小編講一下好了 跟他說一下 補一下無私咬 換一下換一下 這個給大家說一下 因為今天真的是比較忙 所以沒有時間去把一些細節糾正 好吧 那綠尾其實就是指無私咬 那無私咬為什麼被說造謠呢 因為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個等一下 剛才不能把一個東西關掉了 真麻煩 好 那我剛才看到的這個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第一例出現324不治之後 才開始有所謂的通報 那有關單位 其實這個很麻煩 食物中毒的案例在台灣目前 其實在世界各國接染 就是他的通報是有一定的麻煩性 因為你很難去判讀 第一時間你很難去判讀 是你自己吃壞肚子 還是這個 是集體性的食物中毒 這個很難第一時間判讀 通常他要等到出現了諸多個案例 然後尤其是有那種重症 或急重症甚至是不治身亡的狀況 那因為他必須要溯源通報嘛 那他就去追蹤說 是哪一間餐廳 然後導致了這樣的一個這個狀況 那溯源通報之後呢 那會不會有相關勾連勾基上來的案子 才可以確定說他的源頭是什麼 所以他一定是在後期才有辦法做 知道確切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第一時間很難確定說 他到底是吃了什麼東西中毒 是什麼事情而產生的 所以食物中毒的案子通常都是這樣 他都會有一個滯後性 他就是往後去延伸的這個樣子 那這次很嚴重是為什麼呢 因為當中 比如說這個一些死者的家屬 比如說66歲男生這個死者的女兒 他怎麼吃個飯人就沒了 那像這個39歲男生的家屬也不能接受 他人正壯年啊 事業要起飛的時候 結果呢這吃個歸掉 人就沒了 這沒有人認誰也沒辦法接受嘛 所以今天這個案子其實嚴重是在這裡 那結果我們沒想到呢 我們的這個這個無私咬呢 他要開始造謠你知道嗎 他也造謠聲勢 他呢 來來來來 你看他出了好多片把他洗掉 有沒有 欸 刪掉了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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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刪掉了嗎 欸 剛才看還有 怎麼不見了呢 怎麼不見了呢 等一下等一下 有沒有 這個 吳思瑤呢 他本來說啊 他本來就有造謠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直接來看 巧心今天質詢的過程 你就知道吳思瑤又在幹嘛 我跟你講啊 出了人民民進亞第一時間 不是想著 怎麼趕快的善後 怎麼趕快的這個檢討 然後趕快的預防 這個善後 就是先檢討 善後嘛 一定要先善後嘛 善後就趕快把這些人救治起來嘛 檢討嘛 防止再次發生嘛 預防嘛 趕快有積極性的措施做耶 他沒有 他趕快抓戰犯 他馬上第一時間就在抓戰犯 然後呢 誰是戰犯 當然是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蔣萬安是戰犯 所以昨天開始就帶一個風向 保齡安報了這兩三天 開始帶一個風向 什麼風向呢 這個風向就是啊 你看蔣萬安很不安 萬安寶寶到處不安心 有沒有 有聽到的可以刷個一一一 類似的論調 再說一次 蔣萬安很不安 萬安寶寶到市政不安心 市政很不安 有沒有 有聽到這樣的風向可以刷個一一一 那這裡面呢 他打了大概好幾個嘛 包括呢這個保齡案 就是吃死人的狀況 然後還有什麼監視器案 就是台志光事件 那你就想前陣子為什麼幾乎所有的焦點都在立法院 結果呢突然之間所有的焦點就突然就衝到了蔣萬安 事實上還有一個案子嘛 就是凱凱案嘛 所以你看然後蔣萬真的不行 一直在打腳案喔 好 那腳案表現的好不好 當然是值得檢討啦 我這邊呢 無意於就是去這個說 馬上先一把劍給刺進去 因為這還要看後續 等一下我們討論到時候我們再講 可是這麼急著抓人 代表一件事嘛 最近立法院就四個字叫荒槍走板 再四個字叫丟人現眼 就因為這樣子 這個叫做 再四個叫 所以現在民進黨呢 想要趕快怎樣 把焦點甩鍋甩出去 甩到台北市政府 甩到敵對政黨 那就讓人家呢 沒有去關注這件事 這樣子他整個事件就會降溫下來 他在立法院最近狗屁倒灶時 因為最近民進黨被一個東西給懲罰叫什麼 我們禮拜二有講對不對 有印象可以刷個2222 所以電價錢先打一下 這個現在呢 被K了一下就快不行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件事 然後最後講一下說 你說龜阿條跟河粉是不一樣 其實是類似 非常類似的東西 基本上一起製作 事實上都是用米漬類的麵食 就是用米粉下去做的麵食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巧欣這一段質詢 講的蠻精彩的 這算今天的小賽評吧 新北街道通報通知台北 新北也通知了中央 在中午剛才部長所說的 12點左右的時候 後續242526 台北市三次擊查 26號中央一起擊查 重大的食安事件裡面 時序非常的重要 不應該有講錯的這個情況 如果真的不小心說錯 也應該要儘快的還原 而不是讓錯誤的訊息 在社會上面流傳 不要再有人在外面散播 假訊息非常的可惡 非常好 這次這個保齡茶室的重大食安案件 社會大眾都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首先呢 也要希望我們中央跟地方 共同來協助盡快破案 好 剛才前面那一段呢 是為什麼呢 這樣前面那一段就是 因為吳思瑤在那邊造謠說 地方政府都沒有作為啦 特別是台北市政府啦 那我們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司馬堯之心路人皆知嘛 因為吳思瑤想要選台北市長啊 那可是他選台北市長 又會遇到連任的蔣萬安啊 這時候就先把蔣萬安給打垮 好 我們幫中間按個按 這時候先把蔣萬安給打垮 這事情就解決了啊 對不對 我把你蔣萬安給打垮 那就over again over啦 所以這時候就趕快出拳 去解決蔣萬了 我們趕快按讚分享起來 我們現在有600個人 但是只有300個讚 麻煩大家 感謝感謝 我們30萬訂閱的募集中 OK 好 這應該是狂吃黃 不要擴散有點壞掉 來 我們來看 繼續 不要讓人民都一直在 這個食安的風險當中 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機會服務動作是相當積極的 這14個受害民眾裡面 有一些時序我想要跟部長來確認一下 因為時序很重要 它對應到的是中央跟地方 整體權責的一些釐清等等的 那想跟部長第一個確認的是 目前產生身體不適的受害民眾 都是在3月19號到23號期間 前往保齡茶室用餐 共通點是有吃到炒粿粉 然後華淡河粉跟香蘭葉果汁 對嗎 第一個就是時間上面是沒有錯 9月19到23號中間用餐的 但是共同的這個吃的東西 每一個都有吃到是果粉 果粉 果粉 其他並不是每一個 其他 白白軟軟的那一種 沒有 你們交互比對之後 謝謝部長 那再來 3月24號 新北市接獲了通報 那通知了台北 那新北跟台北在3月24號 有通知中央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是嗎 有在24號的時候 那實驗署就已經接受到 這一個新北的通報 再進一步問一下 是上午下午左右 那個時間 大概12點左右 大概中午12點左右接到通報 所以呢 台北市當天3月24號 也進行了第一次積查 3月25號台北市進行第二次積查 3月26號勒令停業 這個時候中央跟台北市 我們一起進行了第三次的積查 那個部長這個時序是正確的嗎 好 時序是正確喔 好 薛瑞源承認喔 你看喔 這個時序是正確的喔 那3月27號就是 全台北市的保齡都要求他們要勒令停業嘛 那所以從剛才3月19號到23號 到27號這段時間 我所敘述的時間點 部長您這邊也是同樣的 確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想呢 這個很重要 等一下我們看吳思瑤的圖你就知道了 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喔 我相信今天的質詢很多 包含媒體都在看 因為今天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吳思瑤他說 中央是在26號的11點18分 才接到台北市政府的通報 跟剛才我們部長講的時序不一樣的 應該是在3月24號當天就收到通報了 而不是在26號才收到通報 我想這麼重大的食安事件裡面 時序非常的重要 不應該有講錯的這個情況 如果真的不小心說錯 也應該要儘快的還原 而不是讓錯誤的訊息 在社會上面流傳 所以在這邊我要特別再提到一下 3月24號 新北街道通報通知台北 新北也通知了中央 在中午剛才部長所說的 12點左右的時候 後續242526 台北市三次積查 26號中央一起積查 我認為相關的這個事件 王立正次長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也說 不應該苛責北市的同仁 我們應該是趕緊的一起去把事情調查清楚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有人在外面 散播假訊息非常的可惡 那我進一步詢問部長 24號到26號中間 中央除了關注本案之外 我們還做了哪一些事情 可以跟社會大眾做說明 包含跟地方的合作 給予地方的協助等等的 24號到26號的期間有嗎 有 這部分他中央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們也通知了這個法務部 那啟動這個檢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排除說是外力的 這個 這個就是說他到底是一個食物中毒案件 還是一個食物下毒案件 他這裡有一個你必須要做一些這個 適度的釐清啊 所以是差別是在這裡 所以他必須要通知檢調 OK好 我現在在找那個吳思瑤的那個發文 看起來好像沒有存到 我記得有人傳給我 但我沒有存到 OK 這是第一點 那這一個應該是在26號的時候 26號的時候 對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27號 也就是昨天晚上 我們就要召集了這一個 包括那個化學局 化學署 環境部的 那也應該有包括那個農業部的 農藥的方面的專家 因為我們要趕緊確認檢驗方法 跟標準品的部分 還有當然我們部裡面的食藥署 跟機關署 還有就是這個毒物的專家 我們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檢驗出來 因為我跟部長報告 因為現在大家在外食的都很擔心 然後好 對我們的商家來說 也造成很大的困擾 所以越快能夠調查出來是越好 目前 我們是中央有去六樣嘛 我記得是六樣 高麗菜、豆芽菜、桂條、紅喜菇、香腩驗跟醬油 現場抽驗之後 由中央帶回去要準備來驗 是吧 對 有35項 35項 那這35項 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時候能夠檢驗出來嗎 這個要看 我簡單說明 因為現在最有可能的是一個叫BK BK 米酵菌酸 對米酵菌酸 這個部分因為我們沒有標準品 所以現在正在採購 大概下個禮拜會進來 這是最可能的一個 好 所以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這一次這個保齡案 這麼多人中毒的地方 那 現在有一種東西叫米酵菌酸 它是一種細菌 它會產生劇毒 那這個曾經在去年的時候 大陸有一家 就12個人 9個人 吃了這個 含有這個米酵菌酸的 這個 這個食品 結果呢 9個人都過世了 非常嚴重的這個狀況 那這個米酵菌酸 極為劇毒 但它也相對是罕見的 大家有一個基本的理解 就是說這種劇毒性帶有劇毒物的 因為它是一種呼吸 這個應該是攻擊這個呼吸的 這一種毒素 它會讓你這個中止呼吸 非常的凶狠 那 可是這一般很難出現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不是 它是不是隨便就會繁殖 跟隨便就會出現的 就通常 通常毒性越低的病毒物 不管是病毒或是細菌 致病體 我們講致病體 毒性越低的致病體 是隨處可見 通常毒性越高的致病體呢 它是相對罕見 這個就以前我們其實有討論過吧 就是它的這個變異性吧 自毒致病性吧 就是變異性 傳染性 跟它的毒性 這三種呢 它有一個這個三角形之間的關係 它不能完全連動 所以如果今天突然這個米酵菌酸跑出來 然後毒這麼多人 那這個是很罕見 所以衛福部今天也沒有簡體 這可以理解 就是一般也不太可能會碰到這種事情 OK 好 那問題就在於說它不是一般的 它是細菌製造的毒 這個米酵菌 它是米酵菌 它去製造的米酵菌酸 它是細菌製造的 這類的菌種有好幾種 大家都同一屬的 就是同一屬的細菌是這樣來的 那現在問題是 為什麼還沒有辦法驗出來 到底是不是米酵菌酸 因為大家只是從那個死亡的樣態 就它導致它這種多功能這個器官衰竭等等的相關的樣態 都醫師去判讀說 好像翻文獻有發生過這樣類似的一個事件 所以才會說可能是米酵菌酸 可是事實上它是不是呢 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現階段是你看到衛福部的狀況 它是沒有辦法證實 所以它還在採購這個簡體當中 因為簡體它必須是存化的版本 存化的版本它才能做有毒物的這種去識別適配的部分 好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排除其他的毒物 比方說農藥或其他的一些 所以那個部分我們會先開始做 那我們預計 因為像禮拜五到的話 那檢驗還是要多久的時間 到的話檢驗 檢驗應該時間不會太長 阻止細胞呼吸 不是阻止人呼吸 剛剛這個講錯 更正一下 我們現在在做的 有關於其他藥物跟農藥等等這一些的話 大概已經開始準備要做了 那米消菌酸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大概要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一個禮拜內大概可以驗出結果 要它進來 進來 一個禮拜進來之後再一個禮拜內 兩個禮拜內可以驗出結果 那希望能夠加速 因為兩個禮拜說真的 對民眾來說 等待的時間還是太漫長了 希望能多快就能多快 中央地方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這我們就可以回過頭來 你就可以來看 現在吳思瑤拼命在撇清關係 你看吳思瑤做圖 這個這用心就很顯惡 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這個圓擺A13選區 立委 他這個也是把它事發地點清楚 立委徐巧新 不監督蔣萬安 讓人出征攻擊吳思瑤 那事實上是吳思瑤先造謠 你如果吳思瑤你沒有這問題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把你原本那篇給刪掉呢 我現在找不到原本那篇 對不對 這個到底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3月24號 他就是拖著這些是同一個 他找 被吳思瑤被嗆無照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那篇 他刪掉了你知道嗎 去哪裡了 去哪裡了 大人哥又很好 真的找不到 還有時間罵黃國昌 奇怪了 奇怪了 對不對 這都已經5月了 這個3月24號 就是已經超過了 到底 你不是說你沒事嗎 你那個咧 對不對 去哪裡了呢 兩邊在那邊對罵你看喔 OK 他還在旁向他 好 畜生當好對不對 彼此 彼此這個 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無私咬就是無照咬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喔 他現在呢 北市接獲首例儀式食物中毒個亂 那3月26號疾管署接獲衛生局通報 然後跟食藥署共同聲音 可是剛才根據這個質詢的時候呢 其實第一時間呢 新北市告知台北市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有一句去機查 因為他們送的這個 他們送的這個醫院喔 是在新北這邊嘛 所以新北有通報 那他現在就一口咬定 說 欸你是造謠啊 你這個真相啊 你是在那邊 你這個造謠 但是問題就剛才的質詢來說 其實無私咬 他自己 他自己在那邊凹這個嘛 那我來看一下喔 這有時候立委之間就是要公訪一下喔 有沒有 欸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對不對你看 這個 中央積極查保齡案真相 薛瑞園立願質詢 鼓勵中央地方合作 技術查明真相 欸這次薛瑞園喔 算態度不錯啊 說實在話喔 那 讓國安請問衛福部何時收到通報呢 受害者是3月19到3月23 在保齡場是用餐 吃的都是插龜要屌 本案相當特殊啊 因為15種本來就很難第一時間查去 新北市3月24是要通報台北市中央喔 那台北市的第一次當天就去查第一次 所以台北市3月24就已經去查 而且呢連續擊查三天喔 這是時間走 可是你看喔 吳思瑤他直接324 進行擊查 他自己都寫出來了嘛 然後連續查三天 欸奇怪 那你自己326 為什麼他會被講你知道嗎 326 啊 326的時候他第一時間他寫叫做他326才通報 那事實上他324 就已經啊 這個台北市政府就已經去擊查了 然後呢 這邊這裡看吳思瑤也很好笑 他說啊 欸是新北市政府啊 台北市政府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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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台北市政府至今都向食藥署通報 你是對不對 我跟你講 吳思瑤就是壞就是壞在這裡 你知道嗎 我問大家一個事情喔 新北市通報 同時通報台北市衛生局跟行政院衛福部 食藥署 我請問他誰他通報的時候如果你有看到公文就知道 他這個公文呢 他發出去的時候台北市政府知不知道衛福部知道了 當然知道了 所以這事情衛福部已經知道了 這個不像是小學生打報告你知道嗎 小學生打報告是什麼 就說啊老師他打我 對不對 然後老師呢就跟全班講說 哎呀小明剛才啊被小華打了喔 然後呢 這個這個過沒多久呢 這個小小這個全大家都知道了嘛 然後小華呢又跑去跟老師他打我 哎呀小華這個這個小明打架全部都知道了 這怎樣每一個人都要再通報一次嗎 這故意的好不好 這就有副本你知道相關機關都會有副本 而且他這個通告因為我沒有拿到那個公文 因為我我不是某一些人會把公文帶回家印 OK好不好 所以呢我沒有拿那個公文的正本 而且我們也不要去看那個正本 因為畢竟那屬於公家機關的東西 除非他們對外提供 否則的話呢我們也不要隨便去給人家拿那個東西 對不對 那本來就隨時都有這種共同通報的這種機制了 那到現在會讓實曉說話可惡你知道嗎 他就是騙一般老百姓不懂 哎這個時候死兩個人了 吳斯堯啊在幾分鐘之前發文呢 在呢一個小時之前還忙著發文啊 在造謠做認知作戰啊 還在忙著做認知作戰啊 他在跟大家講說你看喔台北市好可惡啊 都知道了去機場了還不願意講 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然後才跳出來說什麼 喔徐曉青搞錯進度方向面對十三隻想搞政治攻擊啊 欸 第一時間是你吳斯堯在那邊寫說 喔台北市政府都沒做事情 3月拖到3月26號才去機查 明明台北市這種3月24號這個什麼就已經機查了 而且呢3月24號侯友宜這邊 新北市這邊就已經通報給台北市 所以台北市隔天就去機查了 那台北市同一時間他通報給衛福部跟台北市的時候 衛福部跟台北市都知道 就是台北市也知道衛福部也知道 這個是一個雙向的通知 到現在還在玩這個你看 真的是這樣想要這樣會更小 所以那樣難怪他叫怎樣 無私謠真造謠啊 好這是造謠仔啊 真的是受不了 欸這麼一點點雞毛蒜皮的小事 他也要這樣搞 那你看喔難得薛瑞元喔 收起那個嬉皮笑點 欸薛瑞元這一次很認真耶 很認真的在接受質詢耶 所以你有時候你會覺得非常荒謬跟弔詭啊 就是這就是我們今天台灣我們所看到這些立法委員 他们在做事情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们根本没在管老百姓的死活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过分跟恶心 你知道吗 OK 好 那我们的新图好了 太好了 我把它复制上来 OK 好 所以你看咯 我真的觉得 现在这案件 当然现在这案件还没有完全查清楚 没有完全查清楚 目前的案件还在整个审理中 那整体来讲 其实应该被捶的人应该是五十小才对 我必须说 这一次我是比较肯定薛瑞 我们这个图等一下下播再改好了 等一下再跟小编讲一下 可是中央还是要赶快上井发条 保龄案之前 苏丹宏的案件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那除了想抹红人之外 你知道最近这几天你看自由时报 又查获中国的苏丹宏 我现在马上Google给你看就知道 他还在忙着做这种事情 有没有 有没有 苏丹宏蜡蜡蜡首次边境拦截销毁共十顿均来自中国 中央社 中央广播电台 也是国影的 边境减出两批中国辣椒粉含苏丹宏 一心智直接销毁不得退运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这一届的整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的战力 是很有问题的呢 因为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他们过去把你过爽了嘛 战力是几乎他们就不太会当在野党立委了 什么事情就无限上钢到政治攻防 什么事情呢 就把他往中国一推 抗中保台 保完这事情就结束了 那更夸张的是什么呢 保龄案这件事情 他有老保 他现在有保险过期的状况 结果呢 台北市会是通知保龄案的老板来 这个说明啊 结果老板人失踪了 老板不去 现在我们 现在搞不好保龄案老板 随时不知道去哪里 而且呢保龄案老板 第一时间人家说 你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他说素食很干净啊 我刚才就帮他上无限上钢好了 所以我刚才说啊 那个 素食 不要歧视吃素食的人 不要歧视素食 哎这样是不是更好用呢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糟糕了 这一次的这个状况是这个样子 那无事要不但不认错也不道歉 那这个呢 还继续的对于地方政府继续来进行攻击嘛 可是呢 事实上在昨天的时候呢 这个保龄茶室呢 台北市所有的分店就已经被热令给停业了 所以目前来说保龄也没办法继续来自这个营业啊 所以这是以上目前保龄也的状况 那目前卫福部好像说要开记者会哦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记者会 看有没有这个 卫福部的网站为什么在 这个卫福部网站为什么在那个什么 疫情之后就好像残废了一样 我们来看这个好了 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里面有一个叫做 细胞的发电场叫做立腺体 立腺体你也相当的复杂 我们就把它放大 在左手边可以看到 它是有五个环节的复合体 那复合体面最后所谓的软化磷酸 他现在应该是在解说那个就是 这个线和干三条零 那这个 他现在在解他现在在解说就是 那个毒素怎么样去阻断细胞呼吸的机制 好那我们晚一点再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进来了 OK 你们你们要看一下吗 简单的说他就是能量硬币 要看的刷000000 不要看的刷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所有的身体的细胞 瞬间又失去能量 在失去能量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耗氧 非常强大的一些器官 最快受到损伤 要看的刷 你不要看刷 所以每个病患我们看到的严重的 所谓的肝脏的衰竭 代谢性的酸中毒 因为没有办法代谢 所以全身呢 脑部 心脏 肌肉全部都整个瘫痪掉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过他的浓度相当相当低的一个状况 就达到了这样子抑制的效果 因此我们病患摄取之后 后续出现早期的一些身体的无力 头晕 悟痛 呕吐等等 腹泻 那来自于我们所有的肠胃道 也没办法均匀做之后 后续肠胃道的黏膜受损之后 因此产生有一些血便的一个情形 立即的情形出现 血压呢就掉下去了 衰竭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病患重要急诊 在急救车上面呢 就已经整个瘫痪 好 大概知道他意思了 就是说他目前为什么这样判毒呢 因为这个患者啊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患者呢 他的死亡的这个状况啊 跟这个毒素啊 这个非常的像 那这种毒素呢 他是会让你的全身的代谢 细胞代谢出现问题 就说细胞的呼吸器是出问题 细胞代谢出问题的时候呢 导致全身的这个酸度过高 所以这个肝脂素啊等等 器官就并发衰竭的状况 大概当才是这个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好 那我们先看这样子 好吧 那就是保龄案的部分啊 我只是想要讲是说 这是有点扯啦 就是说到现在还在玩的 这有什么好讲的 错了就道歉 好不好 错了就道歉 但是我们看到吴思耀 错了不道歉 还要做图反喷 都已经被卫副部长给打脸了 那吴思耀在造谣 一直在死亡 那你能怎么说呢 OK 那只能把他给揪出来 因为他还想选台北市长 对吧 好我们现在在线上呢 有800个人 带我们找300个赞 然后呢请大家呢 30万订阅目击中 好麻烦大家订阅订阅起来 好订阅订阅起来 OK好 那赶快按赞分享 酸了你也吃不出来 有可能 因为本来就是酸的味道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这个是保龄案的部分 再来我们来讲另外一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影片宣传好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枪轰速发部 今天有人跑去枪打速发部 对啊 就错了就道歉就好 其实错了道歉没这么难 可是他偏偏要硬拗到底 那硬拗到底自然要有人修理他 不然他要干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航母这一题 这个是我们最近 郑靖文总编来聊的 中国瞄准核动力航母 美国 遥陵 中国计划2035年 会有六艘航母 来对抗美国 遥陵舰改装完成 山东舰 无意中 不渐渐也许明年 想象的前号20号 就是所谓的核动力要出现 英国皇家海军的 航母时代 结束了 过到的是完全两样钱 欧雅时报 003电池台量将达到11万吨 具备核动力推进系统 还加了个电池炮 我觉得印度人更是独具慧眼 现在武器 对于美式航空母舰来讲 是自卫为主 原始这电池炮 未来绝对不是 中国航空母舰强调的重点 美国要部署 古艘航空母舰在西太平 我认为机率不高 毕竟美国航空母舰 三分之一维修 三分之一执勤 三分之一训练 这是过去的常态 所以美国的航母 它的政治属性 好像比军事属性更强 印度双航母都成军了 这属于一个 四万五千吨左右的中型航母 毕竟印度海军 操作航空母舰的历史 远远超过解放军海军 是对比的话 所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me Here's the crew 欢迎收看《后来座谈》 我是主持人历史哥黎修 我们今天继续来聊 我们的专家讲堂 今天来聊点军事议题吧 最近 520即将到来 有人说在台海现在 非常高度紧张 我们之前还聊过 因为金门帆船事件 所造成的一连续的两岸 在海警海巡上的冲突 可是大家知道吗 在现在西方的媒体 甚至放出 美国会派5航母来到台海附近 来维持秩序 5航母是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今天呢 从这个5航母 可能来台湾镇守这个状况 我们来聊一聊 好 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三的互来座谈 OK 好 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事情也是很扯的一个 这个状况 是 今天好像有人传给我 我找一下 今天好像有人传给我 那个什么 那个枪手行凶的部分 这个有完整的影片 我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好 我们直接Google看看好了 我们找一下 速发不被开枪 哦 这里有这里有 来 这个应该是 我们找一下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那个叫什么 好像有 我找一下 看一下我手机有没有 手机有的话就有 没有的话就没有 我有看到没马赛克版本 哇 没存到 呼呼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没有存到是尴尬呢 可恶 好吧 这没存到 好 没关系 我们应该可以找得到 这里 霸女子要进到室内 警卫赶紧叫她离开 好 这个是现场 那这怎么回事 我们先看完就知道了 霸女子要进到室内 警卫赶紧叫她离开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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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前 出来了 出来了 一定要开了 要什么 要拿枪起来了 戴帽子的男子 挥手示意民众离开 接着又对监视器开枪 但没打中 短短几分钟内 一连开了三枪 好 这就是整个过程 这个人还蛮有礼貌的 你知道吗 这个本来呢 这个女生呢 这个小姐要进去 要到现场 把女子要进到室内 警卫赶紧 然后呢 这个警卫呢就说 诶 赶快出来 为什么 那个人他已经叫大家退开 他拿了枪 就直接这样走进去了 他说你给我走开 他今天就是要来开枪 叫她离开 叫她离开 他完全没有杀人的意思 他就是要 他就是要表达他的意见 有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在这边开了一枪 把大门给打碎了 然后队内 就像刚才打监视器这样子 那这事实在是非常的扯啊 首先第一件事说 现在是只有我没有枪吗 怎么大家能人手一把枪啊 真是太夸张了吧 这现在是随便走在路上都有人有枪 之前高全发生过啊 那个夫妻吵架 各抄一把枪出来啊 人均有家伙 那台湾现在这个枪 真的是泛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不可思议的程度 那当然啦 他是这个空气枪啊 可是他还是有杀伤力啊 还是有杀伤力 只是这种危险物品 应该理论上是要管制的吧 那怎么会 怎么会是这样子没有管制 所以这个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整个台湾 不是 不是一个螺丝钉松掉的问题 是整个系统性的状况啊 我刚才稍早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我们在这个海峡卫视的这个大咖开麦来 大咖开麦聊 这个开麦蜡 我们刚才就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台湾的整个的系统状况是什么 就是他现在蔡英文两手一摊 不干我的事 我交接了啊 最近萧美琴去干嘛 大家知道吗 萧美琴最近跑去欧洲了啊 去密返欧洲啊 那感觉起来外交啊 美国啊 这方面的官 全部都萧美琴搞定了 所以我已经交接下去了嘛 那至于呢 这个赖清德你要用谁 你去吧好不好 我的好人都给你用了啊 对不对 顾力熊王美花 管碧琳啊 这都是我的爱将 你要用就用 我也告诉你 会交办给你了 所以没有 没有人真的在管事 这是台湾现在最恐怖的事情啊 没有人在做事情啊 上面就乱成一团到处的劲 然后你看那个立法院 每天民进党在立法院乱哄哄 以前柯建民最喜欢干嘛 穩坐钓鱼台 坐在那边 指东蜡西 然后最喜欢看那个黄国昌湾 现在被黄国昌呆自己呢 就跳起来 然后每天在接受媒体采访 讲一堆五四三的 那个高度完全不见了 所以民进党最阵子的统治 是非常混乱的 接下来只会出更多的事情 而且这过去这八年所积攒的 各种牛鬼蛇神狗屁倒灶的事情 最近像是啊 这个一生 这个一时发炬速毒的概念啊 这一时速毒俱发 一个时刻内 各种毒都出现了 你看到最近 不是老保也炸了吗 对不对 健保最近也在炒啊 那更别说电价也在炒啊 水价啊 然后呢 还有这种各种的 这个食安问题 苏丹虹潮到现在只剩抹红嘛 还有苏丹虹吗 没有嘛 还有呢 这个中线也不见了 那渔船都开到新竹外海了 那也没有看我们的 在干嘛 我们的海巡艇呢 不见了 三艘300到500吨级的大陆铁克渔船 在新竹的六海里处 不是外海是近海捕鱼 捕了一整个晚上 从前一天被发现捕到隔天早上 快中午的时候才收好收满自己回家 我们海巡艇整天龟缩在里面 然后最近还在大内宣 还在说什么 哎呀最近有中国渔船在27海里处 我们呢 对它广播驱离 请问你广了什么波 你怎么驱离啊 广播人家撩你吗 而且同一艘海巡艇 这个时候又可以出海了 三艘渔船在外海 不能出海 现在呢 在27海里突然之间 三艘渔船在六海里不能出海 27海里就可以出海了 都叫PP1东东三五艇 你可以看到 是非常荒唐的 那为什么它不爽啊 我们把它回来啊 这个束发部的这个枪响 你可以我们先看一下现场吧 现场的这个玻璃被它打碎 然后呢 其实它也没有要闪啊 这是它的空气枪的弹壳 那它就是被带回去这个说明啊 那主要就是对政府的不满 那这个对政府的不满呢 它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束发部啊 我给你讲啊 束发部它们还有个二趣味 束发部的缩写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Moda Moda 他说他们就是Moda 马达的意思 你看 每天都在想这些 他真每天都在想这些 他觉得哎呀我就是Moda Moda Moda 就是作为台湾的数位核心 真的哦 然后呢你看哦 总共哦 这个逮捕了一个54岁姓张的男子啊 那查扣的是一个长枪跟一支短枪啊 在 他就主要是说他对于整个这个政策啊 是很不满意的啊 那他这个主要呢 他是在南投经营民宿啊 昨天晚上呢自己开车跑到新北市板桥区啊 睡了一晚 然后早上就拿着枪到束发部去犯案 像现场的监视器跟一楼的玻璃门开了三枪啊 随后呢不行是门外啊 举双手举高反政府口号啊 随后被警方压制哦 逮捕正办 其实我觉得 他应该这个通知一下有做直播的人哦 大家会通知一下媒体到现场 干脆全全国直播好了 那初步检视呢 树发部只有玻璃门碎啊 碎裂啦 那没有人受伤 那他怎么买到这个枪了呢 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吧 他说啊这枪是数年前 透过脸书一页式广告购买 这就离奇了你知道吗 奇怪我们好像在脸书买东西啊 都是诈骗集团的东西比较多啊 结果呢 这个他竟然有办法在 在一页式广告买到一支空气枪 还可以安然的寄进来 这枪支管制也太口荒唐了吧 这也是不可思议哦 今天没有通知是不是 OK 好 那我们赶快按赞分享出去哦 赶快赶快 好我们30万订阅募集中 好麻烦大家 麻烦大家 需要大家的多多支持 今天吃了很多黄标 这有苦难言啊 真的很无奈 OK 好 那据了解啊 张楠在案发之前 发了脸书表示啊 当大家看到此文啊 自己不是死就是官 自己无党无派 并指引呢 成立树发部为台湾做什么 谁说自己很白痴和告笔回家赶快 但希望唤醒那一些沉默的人和是非不分的人哦 那检方怀疑这个张来的作案动机 是不是有这个政治背景等等啊 目前正在清查 那目前依照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就是我们的枪炮法啦 那刑法呢 第151条恐吓公众罪 354条损毁罪啊 移送台北京市有法办啊 那看起来因为无人伤亡啦 所以目前应该是还好 然后你这样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哎 你看看老百姓的反应啊 有没有 全部在搜速发部 还有人专门创账号来搜速发部啊 速发部 点面线 又要增加几千万凶门哦 sideway 是因为点面线系统上用餐操作困难吗 又有理由增加安全预算了哦 这个冰雪啊 转移高电价就是带涨价的风向啦 果子速发部 我打算抓个防弹玻璃 预算 好啊 fish可以按赞吗 不要使用暴力 谢谢 预算又可以增加了 没事我们速发部很有钱 必定抓一个更好的 啊 又可以了 出国了 出玻璃门 这个采购玻璃门的超爽 你看 哎 大家都知道说要在干嘛 还是 哎 均本呢 啊 不会又要增加什么人身安全运算吧 数位不 只剩下两亿 回忆跟失忆 唐凤 修门一员 順便呢出国考察国外的门 啊 就某个脚步来说 这个人是英雄啊 竟然还获得91个赞 然后呢 啊 哎 门面装就是一定要的啦 能花的 哎 竖发部绝对不会少啊 待会安全起见 啊 还是要申请远距离上班 啊 为了不达成呢 为了 为了不成为目标啊 啊 自行住五星级饭店 爽啊 啊 啊 你看 哎 这个 网友的回应是完全一面倒 没有任何人 去谴责这个嫌犯 我只是用匪夷所思 你知道吗 我们已经看了几条了 哎 看了十条以上了吧 还有什么 周楚上升 啊 原来是号称天才的那一种啊 开心 啊 力摆不平 就没有 就没有了 而且一堆人都在拴说 靠 修那片玻璃门要移吗 苏巴布到底有多少人 不意外 啊 新闻是用来胡新闻的 啊 用新闻来谋谋新闻 啊 还有什么 偶像 给臭大的赞 哎 到底 到底 苏巴布 被歹徒拿枪 棒棒棒打了三枪 就所有的留言 要都在酸 要马在酸 速发布很会花钱 花一亿修个门 要马在支持嫌犯 要马在指引 这是在盖新闻 要马在靠北说它是浮边预算 我觉得 速发布已经没救了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烂 这么烂的单位呢 烂到这种程度 但我跟你讲哦 速发布这个垃圾单位 对哦 讲速发布难过流量上不去嘛 气死人了 哎 赶快分享 帮我看一下有没有 红花标 嗯 好 那 这个 速发布 有人去 初级速发布 你要出针 对不对 人家是物理出针 直接拿枪 棒棒棒 对不对 结果呢 马上側翼就动了 动到速发布 側翼能不动吗 你看 哎 这速发布那时候很得意 MOD 你看我们这个有设计的哦 MOD 你看哦 4X猫马上就跳出来了 哇 我告诉你啦 这个是一个哦 这个 他呢 把民宿交给诈骗集团啊 难怪他会怨恨速发布啦 哎 一切谜底都揭晓了 好 你看4X猫马上就发文就说 他说啊 过往新闻报道使用发现呢 呃 这个男子呢 2020年的时候 在南投亲近一带的大民宿呢 出租给诈骗集团机房使用 难怪会对专门抓诈骗集团的速发布 这么怨恨 今天跑去速发布门口开枪 笑死 然后呢 这个哦 下面哦 我怀疑你根本不是真人哦 就是一台幻想自己有颇有的 印算强大的AI 还在下面下面还在称赞他 但我有个疑问哦 为什么他会速度这么快 为什么他会速度这么快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他是AI啊 不是他会Google啊 因为嫌犯的名字跟长相根本就没公布嘛 他就只有在脸书上 他去查他的脸书 我认为不是他很快 是有人为他资料 他只是装着自己很会搜寻 但是有人为他资料 要带风向 说这个人是怨恨政府打炸 然后呢 这个去侠院报复 可是事实上 这位张姓男子 他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他的政治诉求很简单 就是你政府呢 把两岸关系搞坏 现在都没有陆克来了 生意做不下去 活不下去 然后你速发布每天呢 在做认知作战 是这样 可是你看刚才的新闻都不写哦 然后结果他竟然呢 把他给丢出来 那为什么这个 张姓男子的脸书 你怎么都好查 很简单嘛 政府直接知道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就直接丢到什么 直接丢给四叉猫嘛 想也知道 那中央厨房出来的东西啊 结果你看哦 有没有 这个他找到的图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有没有 马上做出比对图 速度很快 那 这位张姓男子啊 就是这个更生英雄张胜德 他过去就有混过了 所以他知道 有没有 马上第一时间 我就问一个问题哦 正常人 有办法动作这么快吗 可以马上的去找出来说 哎呀 这是同一间民宿啊 这个是 你看 他一直用一颗星星就找出来了 这先射箭再画靶嘛 哎 这边是晚上 这个是白天耶 而且呢 墙漆也长得不一样 好不好 然后呢 上面的装饰的灯条也有所变化 而且呢 就连这旁边的绿色 你也看不出来 他甚至他是暗的 就一个星星 然后呢 马上就知道 最好你那么神通广大啦 所以你看我们的政府真的是 你动到束发部啊 你没有吃黄标 动辙就是什么 动辙呢 就已经奥密托佛了 更别说呢 对不对 还检讨他咧 但你如果检讨他怎么办 马上丢资料给侧义 让侧义去带风向 这个人是诈骗集团的重犯 他过去呢 是更生人 对不对 所以他在犯呢 他就是一个暴力分子啊 他就是因为呢 这个政府的打炸 束发部打炸太厉害 你在说笑话吗 束发部打炸很厉害 我就问大家 0到100分 你给一个分数吧 束发部打炸很厉害 给100分 束发部打炸很烂 你给0分 束发部打炸好 还是不好 束发部这几年来 做的最垃圾的就是打炸 他根本打不了炸 他哪里打炸 结果竟然敢叫他 就放这种新闻出来 就是说 我说这个台湾没 这个台湾真的是 被民进党彻底的搞烂 就是这样来的 烂到没有得救啊 这谁丢讯息给他的 我怀疑他们就直接 中央网通知一下 自由时报出个图 这事情解决了啊 这是太扯了 你这唬烂 都没有那么夸张 他真的 而且你想哦 这个地方都放桌子 这个诈骗集团被抓到的时候 你根本看不到桌子 而且还是打模糊的 打炸咧 怨恨打炸咧 虽然知道他在开玩笑 所以你是在酸民进党打炸不利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 然后你看哦 速发部在那些当炸 速发部哪里在抓诈骗集团啊 笑死 然后呢 原来是自己人啊 同行相继 网内互打 然后呢 八卦男神变诈骗集团 你看哦 还有人在待哦 还有人在待哦 然后下面呢 气 应该是气打炸不利吧 诸道诈骗集团吧 40%偶像又出来瞎扯蛋 有没有 太好笑了 视察根本搞破 不全 部门职能啊 速发部抓诈骗与弼 哄堂大笑 真要干大事 不只是开枪啊 自演几率高啊 有人说是这个 自导自演啊 你说速发部抓诈骗 你要确定唐凤月一承接哦 笑死 对不对 这护航也太突然了吧 你看一开始哦 有没有 基本上在拴他 是同行啦 对不对 抽搐除伤害 还有这个人 还有人信吗 我跟大家 结果发现早上大逆风 可能要烧到主持 赶快开个新话题 我跟你说啊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现在有状况有问题 马上撞到状态 做风向一带 把风向通通带偏 我可以跟大家讲最近的事情 最近很多很多事情 电飞的问题 这个食安的问题 各种问题 那一天呢 我在某台 然后制作人就传 传资料给我嘛 我传了很多资料 当中有一个啊 是在谈这个 就是南部的某一个开发案 在哪里呢 在那个凤山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未开发区 然后呢 那个开发公司呢 叫做 它背后的资本啊 也是某电视 某两电视台 某两位 一个住在海边的董 一个是练身体的董 它的背后 然后 这个家族 这个姓 这个打钟的家族 他们呢 就开了一间 那一间开发公司 是三字头的 开开是三字头的 在那高雄那边搞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 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电厂 除能电厂开发案 然后他在那边设定 然后那个位置是 凤山很接近鸟松的地方 就在曾经我附近 所以那个地方很低哇 很容易淹水 全世界上 也没有哪几个人敢在那边搞啊 然后 我就去把 因为那个 那个那一间公司 我知道嘛 所以我就把那间公司呢 它的背景给查出来 我就说 这个公司跟海边的董 还有呢 跟练身体的董 这个很熟啊 不是很熟 他们是共同股东啊 然后那个打中的那个家族呢 成立这间公司 这个集团这几年喔 除了做开发房地产业之外呢 我最近一查才知道 我知道 他们之前在高雄都在列地啦 然后搞了很多开发案 联合开发案 然后 那个案子之所以被我们注意到 是因为呢 那个案子 那个开发那个储能厂非常的大 然后竟然设在啊 凤山市的郊区 接近那个鸟松交钱啊 那个过去的 那个奉松路那边啊 也就算了 背后他还拉到什么 他还拉到呢 啊 这个红色的海 啊 合这个合作的泰国 啊 像这么大的一些资本公司 进驻到现场 所以这个很大嘛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集团嘛 然后你知道怎么着 我把这个讯息丢给了制作人说 哎 那这个要打好 看要不要往这个地方 哇 这个非常精彩 而且他这里面在高雄搞了很多事 因为他当时那个储能压下去 哦 他们要 他们其实想要占三为王 那个时候呢 高雄那个卵男 还开记者会 啊 然后盛大的召开 这个所谓的开工的 这开 这开工的仪式等等 他敲锣打鼓搞了一堆 结果 仅仅十几天后啊 世界二十天后呢 就被叫停了 为什么 第一个法规不许 第二个在地居民抗议到要死 高雄人对这种电池的东西 他们都会想到电池坡 啊 我不是讲过一个故事吧 我们家旁边有那个基地台 就被拔被拔掉了嘛 对不对 当时高人还参与那个拔基地台活动啊 搞得我们家全部得就双WiFi嘛 好 然后呢 我说 这事情我传给了制作人 哎 你知道吗 不能讲 我说 我说 哦好 我了解了 我说不能讲是哪几个关键字 他说这个不能讲 那个不能讲 这个不能讲 我说这个之前牵上去上面 上面是 女皇啊 所以不能讲 这个都不能讲 我说哇 那现在怎么办 他说很简单 就只是讲两个字叫政府 不能指名道姓 对 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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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指名道姓 所以你看哦 我跟大家讲 这个台湾如果再不政党轮替 你所谓的那些自由民主 通通都是假的 我跟你讲 述发布这事情 背后充分展现了一件事 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完全 串联在一起 他们的手脚跟触脚 他们是生的鞭屁路里啊 是生到了最所有的新闻的末梢神经 他直接出来东西出来 那我们都知道 含有含规嘛 我们也知道什么东西不能讲嘛 所以我只能在直播里面跟你睡睡念给你听 但是这样子耶 我说哇这太扯了吧 哎这家伙搞很他们搞很大呢 真的他是对所有的资讯 对所有东西 几乎现在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最勇敢的是谁 基本上从来没有说谁不能讲啊 有啦 唯独 这个某一台啦 他什么都能讲 那因为太敢讲所以被关了 但他们也有一些禁词不能讲 唯二人民不能讲 不能出现 唯二唯三唯二 唯二对 有两个人民不能出现 至于其他我知道不知道了 基本而且几乎是这么长久 合作下也几乎没有什么不能讲的 当然电视台有立场可以理解 可是搞到 这个搞到这个节目理论上也是比较没有理解 立场的怎么会搞到这种程度 直接哦都是上面下条纸的哦 就直接化化化化化 哪些就不能讲就是不能讲 真的很扯 你会觉得说 真的民主灯塔 狗屁 真的也会觉得狗屁我没有唬你 而且你讲你想哦 我也没讲翁达瑞很严重的事情 他就告我151万 到现在也还没得解啊 更别说去年被这两条被告那个 这个刑事毁谤的 所以你要怎么招 你要怎么招 他怎么可能第一时间这么快 第一时间拿到这个图 火眼精心还是电脑运算还是A啊 第一时间马上立马 这个信息都还没扩散 这个 他真的就是用资讯账玩死你啊 对啊你去看这个 那个某西台嘛 不是那个西哦 G7西的西哦 西台 对不对 我讲的是注音符号西台 据我所知也是 化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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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讲到最后都在讲什么 都奇怪你会总的 哎其实今天国内的事情这么严重啊 怎么硬要插个两三条国际的消息啊 那没有为什么啊 拿掉了 就这样啊 所以 我是觉得很悲哀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冒着沙头的风险 来讲束发部 大家还记得吧 礼拜 礼拜二的时候 现场演绎给大家看嘛 对不对 一讲到束发部的某次长 杜菇的那个啦 一讲到哦 马上 转圈圈 马上断讯 同一时间想用同样频宽 然后双开当中的在大西文大报关 那时候双开当中在中天的主频道 没事 完全没事哦 子频道转圈圈 我们技术人员黑人问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查不出来 唯一可能是什么 就是 平台的路线受到干扰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昨天去掉下去昨天请吃饭 这是公开的事情啊 对啊 就是这样 他没有在跟你演的啦 他没有在跟你演的啦 真的是很很夸张很恶心 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你不坚持下去真的会不会 就有一天他们就是想办法打垮你嘛 所以你只有 你唯有坚持下去 努力的跟他抗衡 不然真的会不会打垮 我讲直白的啦 我们是因为做的够久了 所以还有这个活下来的空间啊 不然真的就再见拜拜了 这是靠着过去所积累的本钱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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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慢慢堆积上来的 所以今天我犹豫很久 我本来想要让他上封面的嘛 后来想想不行不行不行 上hashtag可以 直播后上标题可以 你不能在直播的当下 让他上封面 你一上封面 就GG 就这样 你也觉得很扯 我也不知道 你说啊为什么某董 某董干狗就可以 我们干狗就不行 那为什么以前某台 隔壁台好几台 他们干狗 我也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定期 被吊炸机找一起吃饭 我是会啦 你们知道每年被找一次吧 所以我就很扯 我觉得说到今年 我们今天小编超挫折的啊 上传三四次都一直在黄标啊 黄标到我们都怀疑 是不是那个关键字 关键字 给你看啊 上层的乱七八糟的 想尽办法更新 有没有 周明轩中国行被出征 大陆很 一直反复上传 怎么改就改不过 到现在还是黄标 在后台还不敢放出来 所以晚一点再把它更新一下 如果过得去就看看怎么办 还在想 还在想怎么更新 某董啊 我跟你讲啦 某董不是回去了 这样好了 我这么说吧 你心里面 想追求 想 你心里面有所想追求的人 跟你心里面 有所想追前的人 他的行动逻辑跟底层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再说一次 你心里面有所追求的人 跟你心里面有所追前的人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周明轩不是禁止 后来我们测了不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篇就是省不过 我们其他篇都过了 就两三 就两三面反复传 然后后来我们一直修一直改 一直修一直改 改到一个定点上 其他几篇过了 但是有一篇就是过不了 那一篇就是那个 彻翼在修里周明轩妈妈的那一篇 打死不给过 怎么修就修不过 我们等下晚一点还要再修一次 就很扯啊 那就哇真的是太强大了 真的是无所不在 我们小编他们家 那个今天剪那个周明轩片的小编家生绿的 这个台南的生绿的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他之前也觉得不相信这个 他现在相信了 真的被震税三观 怎么可能 我说真的就发现你眼前 你自己遇到的 审不过就审不过啊 审不过就是审不过 不你是要怎么 我就不想 我没有让你审过的意思啊 就那一篇 我觉得那天他们应该是锁定的 就一直是黄的 秀车是黄的 正片还没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有可能啦 对不对小编说 要不要等下正片就黄掉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顺便来看这一片好了 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吧 我们来可以看到这片 最近松明轩被打得很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片 这一片哦 一直 这个他的秀车就是过不了 正片可以 这一片 你在贬低别人之前 蹭蹭你自己精良好不好 2020年 周明轩人生达到高峰 他与蔡英文总统合作的影片 总统我来了 你今天有饭吃 抱歉哦 是我们总统蔡英文的功劳 是我们哥布林的功劳哦 周明轩母亲生前保安过她 问钟这么小的年纪 为什么就热衷成名了 故意把他妈妈生前的事情搬出来 你凭什么去接人家的商品 今天老儿的流量还比他英文还高呢 这支影片中的 他表现出对香港抗争的关系 对于一个口号是 做自己的网路名人来说呢 这段经历到他近来发布的 中国很好眼界威平影片 显得更加的讽刺 以前一开始的名气本质就是 笑饼 哇 他意思是什么 你就底层嘛 说自己是吃我民进党 散饭给你吃啊 就因为你是这个英系网君 思强坦克当英慧 他也不要脸了吧 你喜欢他不喜欢他都其次 他作为一个网红 至少他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做违法的事吧 好 这个是讲这个钟明轩的 我也不知道讲钟明轩 有什么好黄标的 我也不知道 那总之这个束发部的事情呢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我认为是忍无可忍 那毕竟 这位这个张先生哦 他是更生人嘛 他过去到现在他就习惯 可能就是 当遇到这一种强悍的时候 他可能 我认为他心里大概也是百万个不愿意的 但是 他的民宿眼看着就是没有来游客嘛 那他总得做点什么 那政府就完全不管嘛 政府说断路客就断这个台客 这个台湾副路团就断副路团 那对岸的那个相应制裁 他没有在管你的 好 是这个样子啊 OK好 再来呢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马英九好了 我们先回一下超级留言吧 来我写一下 看到忘记写中间那一段了 我只觉得很恶心的是地方是 你竟敢 真的是这样子 你竟敢这样子干 被人家开枪啊 还敢在那边带风向 你真的也是服了这些人啊 你只能这么讲啊 这也是服了啊 好来 我们今天有开个投票了 保龄疑是15中毒案的 25中镇 你觉得谁最该负责啊 那投到目前1000票啊 民进党卫富43% 地方政府4% 还不能确认23% 保龄叉是30%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超级留言吧 OK好 这个我们先 谢谢端木跟陈彬加入小老师 哦 那我们这个感谢 感谢加入小老师 谢谢 还在睡 要叫他 好 我们小编太累累要睡着了 你看 可怜 好 那这个我们给他们刷个西瓜西瓜西瓜 好 欢迎大家呢 可以赶快按赞分享钱 我们现在快900人 一直在卡上900上下 每一次只要讲束发布 就出师不利 好我们30万订阅木集中 麻烦大家了 感谢感谢 好来 这个高高端圣战士 保龄世界又有哥布林 想往马来西亚推 千错万错就不会是 我党绝对不会错 所以现在他意思是说 保龄的那一些 是马来西亚进口 所以是马来西亚的错吗 厉害了 好 再来呢 I graduate you 6月10号 是吗 for the Trump act 然后呢 you have to speak more like him man your english is spoken too clearly 哈哈 就怎样 这是 这个是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我刚才学的川普 我们可以多跟川普效法 但是我们不要像川普一样搞民粹 这样是不好的 OK 好 谢谢C 好 再来 胖胖署 致命的事情还在发生中 就在搞政治 要观察是否持续病例 如何救治 找出原因造谣解 我觉得这吴斯耀 真的是很烂的一个人 满脑子政治 他现在就在想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好 再来胖胖署 推荐林淑芬直取薛乐园 好 然后再来白票先人 美国这种先进国家 不是也人均持枪吗 不是 台湾社会是禁枪的 台湾社会是禁枪的 结果 我们现在在路上 随便都有人有枪 在FB的广告上面 也可以找得到枪 我真的是 我也是服了你知道吗 他竟然可以在FB买枪 好 这个Jimmy Huang 枪支数年前 透过一页式广告购买的 脸书可以买枪耶 速发布在做什么 对啊 说得好啊 我们给Jimmy刷个7777777啊 这说得好啊 对不对 脸书都可以买枪了 速发布 谁在这边讲什么 他去打速发布 是因为速发布 他会抓诈骗 速发布连买枪的广告都抓不到了 笑死人了 再来呢 Ruby 外往中文圈的禁词 让我想到美国的魔法关键词 你看啊 就是有些话不能说嘛 有些话不能说 台湾是法律上禁枪啦 但是实质上涌枪的人很多啦 密斯 柯达奖天后请尖歌 马应邀登陆 也算是红绿白蓝红的闭环 顺便恭喜易修哥从鸿门宴全身而退 好谢谢啊 这个 这个找庄舍去是对的 那这个 我实在是无言以对了 黄珊珊找了王世坚 来修理台北市政府 王世坚呢 巧妙的把所有的过错 都通通都推给好龙斌 反正呢 现在也不方便得罪蒋万安 他也不想拉这个蒋万的仇恨值 然后呢 也不想得罪柯文哲 因为呢 王世坚的知识里面有很多柯粉 事实上甚至有浅蓝粉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推一个呢 已经基本上是半退休状态的好龙斌 所以好冰冰呢 就成为那个替死鬼 棒棒棒 这枪就打在好冰冰身上 我也是觉得是蛮扯的 我也是觉得是蛮扯的 所以你看哦 这个白蓝红这个闭环 也是完成的 这个绿红白蓝红 你看一个循环 这个红克绿 这个绿打白 白打蓝 蓝打红 对不对 那这个这次的绿白合体打蓝 你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真的 好 再来 最近最近 其实因为这时机点慢慢的过了 好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马英九区大陆这件事情 来我们来 我拉一个那个好了 等我一下 那卫部记者会开完 那是感觉重点可能还好 这一次的话 蛮有意思的 来我们把这个图给拉上给大家 来这里 马英九呢 四月啊 反中国大陆 行程是四月一号到四月十一号 所以呢 再三天要出门了 那他这次除了摔这个大九学堂的青年学子之外呢 主要访问哪几个地方呢 广东 陕西跟北京 去陕西的话是去这个 风禅大典嘛 就是皇帝的 季皇帝啦 就是去这三个地方嘛 广东 然后陕西跟北京 那去北京干嘛呢 虽然现在对岸喔 目前 还没有正式的承认喔 我刚才稍早的时候跟那个海峡卫视在联系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说 马熙见面的事情先别谈 所以可能 我认为可能还有一点变数啦 但我礼拜一的时候再投下来被问到这一题 那时候就觉得说 也太快了吧 我本来认为喔 马熙这一次啊 大概率啊 如果马英九可以见到李强的话 应该也是蛮好的 因为毕竟李强也是二把手嘛 结果呢 直接见到习近平 这也是蛮特别的喔 那也就代表说 大陆这边有两个 我认为有两大要点 一个是因为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 所以习近平愿意见 我认为是两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啊 自信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内 我认为这两个要点是促成这次见面的关键 我再说一次 中国大陆喔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 其实国民党也是啦 其实应该说 我们华人圈的政党 几乎都有这个同样的现象 人际网络 非常吃人际网络 制度只是一个辅助 人际网络才是人 他人大于法 两岸皆然 华人圈几乎都有这样的现象 人大于法 华人圈里面少数 以前啊 少数比较没有人大于法 而是法大于人的是哪里呢 是香港 因为香港呢 是英国殖民 英国殖民当时 他甚至把他的大法官终审权 他是放在英国的上议院 那所以呢 这个法会大于人 在香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 当然这也是后来联政署成立之后呢 整个香港的政治比较好 整个香港的这个社会治理比较好之后 才有的状况 但大体来说呢 这个两岸的政治 或者我们说华人圈的政治啊 是东方 其实东方的政治都这样 人是大于法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具体在很多现象方面看到嘛 对不对 比如说 你说习近平为什么做第三任 因为他影响力够啊 那说宪法局限就修宪法 法是来配合人的 我先不认对错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 所以今天来的是马英九 而且这一次据马办所说 是大陆邀请的 那我收到一个消息是说 这一次的行程其实早在去年 马英九到大陆祭祖的时候 私下就已经排定了一些在里面了 大概的时间也都敲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预期式的访问 好 所以因为是马英九 所以可以见 那我第二个是说自信呢 现在对岸 对于两岸问题 它是产现出一个非常自信的 从容的态度 这个事情从上一次我们 其实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所以显已见得 习近平的自信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 为什么 上一次马英九到中国大陆 讲了很多我们 以为很难在大陆讲出来的话 中华民国 对不对 这些东西 总统 台湾的总统 这些话 所以你会了解到说 那一次他们给的那个space这么的大 那从现在假设这次马习二会 真的在北京确认 因为现在会去北京 这个虽然还没正式公告 可是只要去了北京 那以现在的氛围 没见习近平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见了李强就降规了 我先讲 见了李强就降规 因为马英九过去是见过习近平的 这一点很重要 那现在就可以验证去年 这个马英九去大陆记住的时候 他所能讲那些话是怎么来的 那一定是事前都跟对岸沟通过了 已经可以重新验证这件事情了 有一个默契在 范围是界定的很清楚的 OK 那这也代表一件事情 这一次成型 假设马英九又再次见到习近平的话 那也代表一件事 对岸释放一个很精准的讯息 第一个他我说这个自信 这个以下都包含在他的自信里面 第一个就是自信 我处理两岸关系 这叫什么掌握主动权 我要怎么做是我来决定 不是你民进党来跟我签证之后 我欲请你民进党一定会觉得说 怎么可能马英九可以见到习近平 我民进党连海协会都进不去 但我就是让他见到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掌握主动权嘛 我的自信之下 我第一个掌握主动权 第二个 我呢两方手段彻底实施 马英九 国民党 或者甚至是 不知道现在民众党算不算 但基本上 只要对两岸抱有善意 然后呢没有黑历史的 比如说你是台独分子 注册 或是过去跟民进党走得很近 那就算哪怕你过去是民进党的 我也是敞开双臂欢迎你 你尽量来没关系 你也不用来跟我说高喊 中国同意温税 不用 你也不用在那边对我笑死面 什么都不用 你就来 你只要不要来 然后呢来不给脸就好 很多叫不给脸 你跑到习近平面前喊 台湾独立 台湾共国外税 对不对 习近平抱军 之类的这种 就是有理由 有礼貌的来 不管你是学者也好 以前的郑志荣也好 或者是以前的大官也好 通通可以 通通可以来 OK 那这个呈现在哪里 你看马英九现在要去吗 我跟大家讲 有一个两岸的超人气王 头很亮的 现在人在哪里 你有没有想过 表面上叫商业行程 那你觉得是商业行程吗 单纯的商业行程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 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写舍 笔者 笔者之一 创写台独理论的人之一 这样你们理解没有 哪呀 对啊 所以你要了解说 对岸现在它的做法跟手腕 它是全方位的 民进党有一件事情是讲对的 老共是不是全面在对台灰色作战 当然是 以不动军队作为一个底线 但我不直接跟你冲突 但除了军队之外的所有的手段 都是灵活并进 灵活并进 马英九来接待他 而且最高规格 绝不糊涂含糊 然后呢 对民进党继续施以物理铁拳打击 用力打击 我是觉得蛮可悲的 作为台湾人 其实我们当然不希望 说今天变成老共在打 教训民进党 给我们看 这是我觉得这个逻辑不对 应该台湾老百姓 自己要拉住民进党 可是嫌疑见的民进党 是拧压台湾老百姓 那他拧压台湾老百姓 他就串出头了嘛 他串出头之后就遇到了 老共的铁拳就打下去了嘛 那我们当我们讲这个时候 他就说我们舔共 那事实上 最近太平岛事件 太平岛去不去事件 这不是关键吗 太平岛新码头落成 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你去太平岛 有什么困难吗 有啊困难很多 蔡英文打死不去 那你不去 你派赖清德去嘛 蔡英文不去 当然有很多因素啦 一方面是美国希望降温嘛 二方面是他个人 就两手一摊 老娘退休了啊 我干嘛管这些事情啊 对不对 他非常想退休啊 跟我屁事 啊第三边 当然还是有一些安全 万一去了老公搞你怎么办 你可能就回不来嘛 可是他就是不想去啊 他打一百名了 我没有要去的意思啊 所以物理铁铁继续重击嘛 你看最近那个大陆的渔船 还是天天来台湾啊 天天啊 every day啊 而且甚至来我也不补鱼了 我就挂个五星期在那边晃 我船就比较大 五百吨的啊 五百吨铁壳船啊 爱尼海巡艇一百吨的啊 PP小艇啊 而且我们还不敢派一千吨 直接去驱逐他咧 要不敢去撞他咧 对不对 你就逮人让你逮啊 我再派啊 他现在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 马英九去北京这一次哦 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意涵 上一次真的是把政治意涵 调到最低啊 那最后我们就来讲 这个自信浑然天成 在哪里 自信是建立起来的 因为他看民进党 打不还口骂不还手嘛 打了不还口啊 骂了你也不会打我 你只会嘴炮回来 所以呢 民进党发现什么 老共发现民进党 就是个纸老虎 他一直说老共是纸老虎 是软脚虾 结果老共还发现 原来你民进党 是纸老虎 是软脚黑啊 我打你 你不还口吗 你连驱离我都不敢 船躲在港内 我骂你 你也不会打我啊 我骂你 你只会嘴回来而已啊 所以我骂你只会还口啊 骂会还口 骂不还手啊 那好了 这个老共最喜欢这种东西了嘛 因为共产党的逻辑 你如果去看这个中共史啊 你看得越清楚呢 你就知道 中共打从 他创党到 他见证 到今天 中共有一个核心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当我占据优势的时候 我就要全面掌握主动权 而且我不会被你任何的迷惑行为所蛊惑 你任何的行为我都不放在眼里 只要我掌握主动权 中共唯一会谈的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 他的这个 他还不能掌握全局跟主动权的时候 他会愿意跟你谈 但是中共的道理就是这样 当我可以油门踩到底的时候 那个差别就只在于说 我今天是一脚用力把油门踩下去 还是我慢慢的踩油门 这个就是民进党这几年 八年来对两岸问题倒行逆施的结果 他这个所有的果报都在我们身上 你知道吗 现在放那个什么卷毛仔 对不对 那个整天只会被任职作战 那黑熊学院院长 像Sappo这种卡 这种卡小爷在当立法委员 所以现在你民进党还要讲什么 你自己看吧 在今天早上 我跟介大使在聊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这件事 民进党的李文中 李文中你不要轻呼他 他虽然只是一个退服会副主委 可是他其实是民进党 非常重要的这种 智囊型的角色 他最近讲了一个话很奇怪 讲的非常奇怪 对中国不要逢中必反 但是对于蓝白铁中 还有北京霸凌必反 这就很简单 稍早我有写在我的脸书上 我有几句话我就揭 揭穿他的阴谋了 你看是他在做姿态调整 好像他在做软的调整 第一个老公根本不甩他 李文中讲这个东西 老公根本不甩你 他拿来做做新闻可以 至于真的把你听进去 所以老公是棒锤 老公如果是棒锤 他就会听进去 那就代表怎样 那老公专家可以去死一死了 那不如请我做外聘专家 算了算了 不理你们红钱 比这些专家还厉害 然后你看陈建人的反应 陈建人的反应 就没听过这种说法 急火急火了麻烦 代表什么 现阶段的民进党脑袋清楚的人知道啊 好日子要到头啦 好日子要到头啦 物理的铁拳现在越逼越近啊 不能再做吸反射了 老公的船过来就踢回去 举着船越来就撞翻他 不能再这样干了 再这样该会出事啊 现在那两个大陆移民的遗体 还躺在金门的冰柜里 还没有解决哦 但不能再干了 所以李文中知道嘛 他察觉到 你想哦 李文中找谁 讲这些话 你看哦 一个退伏会副主委 为什么要去找陈水扁办公室 前办公室主任马永成 赖清德办公室两位幕僚 还没有透露姓名耶 拜访前国安会秘书长丁渝洲 去把这些东西给放出来 为什么 这民进党里面真的保持脑袋 比较冷静的人 在看这个事情 马永成会出来 代表阿扁也在紧张了 阿扁知道会出事啊 丁渝洲是真正懂国安会的 所以大家是真的 不像现在顾力雄 根本就是个棒锤嘛 所以这个事情 民进党现在内部 有一股力量 知道严重了 可是 他当然他是掌握主动权 不逢中必反 但是逢舔共必反 逢你北京大领我必反 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解释权在我嘛 可是你知道这很好笑 绿共想学红共啊 一样画葫芦 想画一个大葫芦出来 结果画出来的不是葫芦啊 画出来的是小芭蕉啊 又短又Q 连个八字都没有 只会画个斜斜的 啥个屁都没有 为什么 老共能够掌握 整个主导权 有几个先决条件 而这个恰恰是 一部分他创造 另外一部分你创造的嘛 民进党把台湾 在两岸事务上面 彻底的把它 跟国际事务对接 看似前几年很有效 为什么 因为你把台湾小两岸变成大两岸 彻底的连在一起的时候 看起来台湾得到美国的支持 所以看起来把两岸空间 给拉倒到国际关系的空间上 可是实则就是把两岸关系 过去那一些灰色不能斩断的地带 给整个拉断 那这个一拉断 那对岸就知道了嘛 那这时候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嘛 我对你民进党就是铁拳嘛 那本来对岸呢 还在想一个问题 因为照过去惯例观察 台湾每八年会换政府 所以呢 我最多我忍你民党八年行呗 大不了忍你八年 你八年就滚蛋下台了 结果老公大概也没想到 那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在野党这么拉垮呢 对不对 拉垮到连一个40%的 在清德都干不死呢 谁知道呢 在野党会出现两组人马呢 从大局势来看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说 这明明会输 谁知道呢 明明会输 明明是第三名 硬是吹成第一名 你怎么办 你明明怎么办啊 那我的步调就继续嘛 那接下来就下定决心了嘛 照我的步调走 但是路可以有分叉 路可以有分叉 一条是台湾八年政党轮替 很多事情可以搞定 一定会 因为台湾就是一届反中 一届清中 一届合中嘛 反中合中反中 理论上是这样 可是现在没有嘛 还是反中 反中再反中 连三届反中 那我就继续走我的路了嘛 时间接近已经过了嘛 火车 过早就没停了嘛 对不对 好那我就往我的方向去走了嘛 所以现在李文中 他们就是在担忧这种事情 但是他当然 主动解释在他手上啊 谁舔共 我决定 以前是只要讲到老 只要讲到中国 直接听回去 现在我决定 所以呢 谁该被出政 周明轩该去死一死 这就是民进党嘛 谁该被出政 历史格就是严加打击 中天就是严惩 几民党先这样嘛 但他觉得他掌握主动权 可是他的主动权在谁 掌握在哪里 他只掌握在台澎金嘛 老共现在的底级是什么 我掌握主动权 你自己把两岸的关节给断开了 本来我还care八年之后 可能 这个河中的政党会上台 结果没有 那好了就继续干了 但是在过去八年 他也不是傻包傻包的 傻逼的在那边 等待河中的进度 而是在过去八年 甚至十年 是从来没有战缓过 甚至还加速的 建设自己的实力 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实力 所以航空母舰一台 接着一台丢出来 各社的导弹 建军 到最近还释放出什么讯息 在那天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跟张静老师在讨论吗 街警直接把你桃园街警给放出来 这件事我会找丽将军来聊 他聊的方法跟张静老师完全不一样 丽将军是懂陆战的 他跟我说那个怎么布局 明天我们就要录影 我等一下晚点要准备 那所以呢 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是全面准备备战嘛 备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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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我的底气嘛 所以主动权在我嘛 因为我已经少了 对台湾的一些两岸的羁绊 你已经把两岸提升到中美了嘛 那我对你少了羁绊了嘛 然后呢 我的物理准备也踏实了 而且我不是只有准备国军 我连我的海巡 就他们叫海警嘛 我连海警 我连余政船 我连科研船 都是全面在准备 所以我全面提升嘛 那另外后执经济实力啊 很多人在笑中国最近经济不行 但你仔细去看中国是经济转型 还是不行 你可以看清楚一点 这不用吹 这是很现实的 过两年就知道了 如果中国要崩就是崩 如果不会崩那就起 就这么简单 这事情就一翻两瞪眼嘛 要嘛崩要嘛起嘛 中国的体制不会像日本啊 长期迷烂 日本体制就长期迷烂 躺平嘛 因为他那个体制 没有办法玩出新花样 长期迷烂就躺平嘛 那中国体制只有上跟下而已啊 没有中间啊 就这样 现今中国体制就这样 因为他现在是 共产党在执政 他的体制就这样 五年计划五年计划嘛 就上跟下而已啊 要嘛就往上好的 要嘛就往下掉 他就这样 他不会减住 而且中国的 中国的政权都是这个样子 他会有一个上下起 各个皇帝 各个领导人之间会有一个上下起 整个朝代会有一个上下起 是这样 所以 这个 这个问题是 接下来 整个 我们在看这个问题 我们要看一个比较大的 宏大的格局 就在这里 那现在民进党 跳出来灭火 其实效果都有限的 而且讲这种话 还是讲半套嘛 啊为什么整讲半套 你自己绿百运 你摆那种Q毛的 小小的 他还给我摆当机的 只是还没进去 对不对 还要摆什么 还要摆这个磁克魔 还要摆这种 这个 这个 抖音仔 造谣仔 你都摆这种人 那你都摆这种人的时候 而且你前面几个 除了造谣仔之外 全部都什么 其他全部都不分区的 那你这种不分区的结果是什么 就你整个党彻底的 彻翼化 一个党彻翼化的结果 那这个党就不太可能 回到正轨上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减难嘛 一个党要好 那个精神团结 那要学习几代 国民党最近看起来 形势有比以前好一点 你想想看他成前了多久 八年多了 被民进党虐了八年多了 事实上更精确一点 是从14年以来 国民党 在选举上面 除了地方有赢之外 基本上很多都输掉 社会氛围也是完全输掉的 基本已经10年的时间 从2014到现在 国民党整个社会氛围就很不好 到了今年终于扭转 被虐了整整10年 国民党很多老人都挂了 我说挂了就是 或离或退 或者是败 然后新的EP慢慢涨上来了 新的EP有危机忧患意识 这是一个血洗的过程 那个血洗过程是非常残忍的 很多的这种优秀的才俊可能就是消化掉 就代表他不够优秀 也可能他时运不济等等的 而民进党过去那八年从不打印仗 一个印仗也打不了了 过去八年有打印仗 打印仗就输嘛 比如说18年 22年都是打印仗打输了嘛 那唯一能打赢的是什么 顺风顺水的 对不对 16年有周子余事件 而且国民党那年本来就很弱 2020年遇到了反送东大潮 哇那都靠着潮水之势 把你涌过去 你就挂了嘛 那这种结果就是什么 就像我们之前讲的 八旗入关之后 八旗马上不会打仗 八旗马上不会打仗了 就是这样 所以照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马席会 我们刚刚已经把印的部分解释完了 再来是软的部分 为什么拉马英九 那最后我们讲一个体制的问题 今天这个事情就可以讲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有大概950 好像上不去 我们赶快按赞分享 我们差一点点要破钱 我们把它分享一下 分享出去 软的部分是这样 我软 软到什么程度 你台湾当过最高领导人 对岸叫领导人 台湾地区领导人 那我们当然叫总统嘛 你台湾当过总统的马英九 我呢 在不触及违反九二公司的情况下 给你最大的支持 也就是说 我没有断你台湾人的路 一般台湾老百姓 特别像总统 马总统卸任了 马先生来 非常欢迎 我习近平都亲自出来见 我也展开双手欢迎 你知道最近习近平 其实非常的忙啊 他很多事啊 最近习近平也接待了什么 美国工商界的 战略协会界的代表 然后他讲到什么 投资中国 生根中国 赢在中国 他就是要展现给这些人看 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 我对马英九也可以这样做 我对台湾问题 我就是四个字 打击台独 再四个字 兼必轻眼 对谁 对台独兼必轻眼 态度是这样 但是对非台独 双手拥抱 热烈欢迎 就算中国老百姓骂我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们的体制 中国老百姓骂 不会怎么样 而且你看很好玩 我觉得今天这个报道 真是有趣到不行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他讲什么你知道吗 习近平亲口说的 他说 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 中国去年经济增速 世界匹性名列前茅 对世界经济增长 共性率超过30% 这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什么 这两句话就清闲 中国人民干出来的嘛 中国人民有自信 有底气 有能力 做得到 离不开国际合作 我不会跟国际断开 是美国要断开 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各种挑战 才走到今天 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 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这有意思了吧 本来这个中国崩溃论 中国见顶论 也不过就是经常性的在 这个欧美的政论节目上 尤其在台湾的这个绿色的政论节目上 几乎是天天拿来消费消遣中国用的 天天拿来消费消遣中国用的 every day every time 可是你看老习竟然知道 老习把这事给讲出来了 代表说他知道你在讲什么 他知道你在讲中国崩溃论 他知道你在讲中国见顶论 我知道你们在怎么谈论我们 可是我会继续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 让中国人民不断过上更好的生活 那继续做贡献 而且重点他知道西方想听什么 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 开放不会止步 一系列的全面深化重大的改革 正在谋划和实施 那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的营商空间 知道吗 那你们每天在那边说 我135崩溃246见顶 OK啊没问题啊 但我告诉你我知道啊 真的见顶还真的崩溃了 那你看数据嘛 对不对 你看数据嘛 而且更好玩了 他说美国这中华关系出现新的情况 那应该要互利互惠互重 互相协商 平等协商 然后呢 这里是整句话的重点 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则来办事 代表什么 美国不按经济规律 不按市场规则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扩大深化 互相合作共赢啊 而且呢 这个世界要共赢 欢迎美国企业听清楚哦 美国企业来参加 共建一带一路 中国的进口博览会等大型经贸活动 这个进博我们之前聊过嘛 所以呢你们应该继续来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赢在中国 这个自信在这一次 我觉得习近平这一次 他开完两会之后 这个整个自信都满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其实就是他接见 马英九背后的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一套的嘛 哪一个呢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这个 来这一张 你看哦 习近平最近见这个谁 见荷兰首相 他说什么呢 限制出口无碍中国科技的进步 很有趣耶 这篇报道竟然是德国资深中文王写的 而且呢 中国官方以通稿跟官媒报道 他也没有去讲阿斯迈尔 他就直接跟荷兰的首相叫Root 吕特 这个也在论非常非常久啊 直接说 经济全球化或许遭遇逆风 但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合作开放唯一思维 你输我赢 非黑几百二元对立早已过时 都在讲给美国听了 但是他的自信就是摆在那里 所以他现在一样用这种自信的态度 在处理什么 在处理马英九访 访这个 访大陆的事情 很有意思 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知道绿营 大家就是看这些就是屁话嘛 哎呀 全部都是官样文章 你听进去干嘛 习里面要讲干话 对不对 干话习 庆丰帝 习草包 习皇帝 习小学生 之类的 反正能骂多难听有多难听 但是你知道什么叫 四个字叫无能狂怒吗 我认为那都是无能狂怒 民进党真正的自多心李文忠 他所展现出来的焦虑感 那才是真的 那些无能狂怒仔 或者自嗨狂妄仔 像Q猫那一种的 那一种只会带领民进党继续变化 但问题就在这里 赖清德有能力去辨别 哪些人是自多心 哪些人是狂妄仔吗 我认为那些人是没有能力辨别的 所以他才会把Q猫会搞继续当立法委员 Q猫会到现在有做什么好一点的质询吗 没有吗 非不为也不能也 没那个能力 所以人家为什么今天自信接见 我认为是已经做好准备了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嘛 硬的是什么 对你民进党对你民进党背后支持你的美国 兼必亲也嘛 一点到底嘛 没跟你在开玩笑的 而且我不跟你说破 软的更软我嘴巴上不跟你说破 我敞开双臂欢迎来的 马英九总统来很好 Go 见面 你后面宋楚瑜、吕秀莲 都有人放风声说要不要去了嘛 吕办出来否认了嘛 我认为吕秀莲未来会去啦 因为照吕秀莲的理论 他没有不去的空间啦 你知道吗 照他的理论没有不去的空间啦 那宋楚瑜更别说 宋楚瑜去没什么大事嘛 所以 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件事的啦 我本来真的以为说 奇怪怎么可能那么快喔 因为在头条我就很觉得说 不可能那么快 我就说应该是不会见 结果被打脸喔 被打脸这几天我就有反思 我是不是太轻忽一些什么因素了 所以我最近就花了一些时间去做功课 我昨天做这个两岸功课喔 做到早上五六点才睡觉啊 我真的是彻夜难免啊 很认真的就在想这些事情 然后把这些事情都给弄一弄 一方面也是今天李生发老师要来吧 我就在想 我就是反思 我是不是漏了什么样的关键 我是不是漏了什么样的讯息 让我造成了一个误判 那我后来想一想 我终于想通了啦 就是我太低估 什么叫自信 自信很可能变质喔 可能会翻船 没错 但是因为我们长期被民进党这样子弄喔 弄久了 不是我们不自信 而是我们把民进党的自信喔 当成一种玩笑你知道吗 所以在有政党 政治任务说他自信 你会觉得说 你会自动去带路 这个自信是碰轰的吧 你会自动去带路 所以你不会很重视他讲出来的话 可是显已见的 这是我们台湾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评论的一个 容易出现的偏差跟失误 就是对岸的政治人物讲自信 那是真的自信 台湾的政治人物讲自信 那又碰轰最假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 根本性的差异跟不同 所以在这样根本性的差异不同的时候 我终于理解 原来 这一次马云九 习近平之所以一开始 他愿意接见 那如果假设没接见 我认为至少看得到李强 可是我认为既然已经到这个 水势头已经到这里了 我是认为一定会见 那就代表习近平已经做好了一个准备 两岸关系要怎么走 那最后马习惠会会做什么定调 我认为马习惠要定一个框架 什么框架呢 就是未来两岸的沟通渠道 只有最高级 没有绿色的 没有绿色级 绿色滚蛋 最高级是谁 就是马云九 就是未来 当你民进党 停止攻击马云九 在做两岸事务的交流的时候 这是一道关卡 是一个检验子 是一个试剂 你民进党一天骂马云九 抱歉 老公就不买你的账 你民进党哪一天停止攻击马云九 停止攻击马云九 去做两岸工作的时候 OK 那就是第一道关而已 后面再说 那至少我们可以开启讨论 否则的话没有问题 我呢 就继续的对你实施物理降维打击 那你可以继续 它也没有关系 你也成军几条船 几条没有关系 你都可以去弄 比如说我们最近 沪江舰系列又成军了 我觉得 站在我们一个支持国军立场上 那非常好 可是当你知道国军去面对的是一个 他几乎没有机会打败的对手的时候 然后你还一直叫他上 你就叫他去吃死 叫他去自杀 国军不是拿来做炮灰牺牲的 国军是拿来捍卫 值得捍卫的时候的 那也有人说 那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那别捍卫 双脚下跪投降 不是叫你不要捍卫 是叫你不要没事 找事 你遇到一只恶犬 就是会咬人 上面写的加油恶犬 会咬人 手别伸 然后你还偏偏把手伸进去被他咬 我没有办法把对方表现成恶犬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一个比喻情形 咬 然后你才在那边靠北说 干这狗怎么会咬我 然后再回来怪说 你主人为什么养之会咬人的狗 你不是找死吗 前面人家说前面有地雷 不要踏进去 然后你要踏进去 蹦脚断掉了 送到医院去了 痛骂 谁能铺地雷 结果那个铺地雷说 不是啊 我一直广播跟你说有地雷 有地雷 我还派人给你劝阻了 别去 踩了这会爆 你就偏偏要踩 民进党现在这种心态 可好死不死 民进党去踩地雷的不是他自己 他是把台湾人民绑在前面 他去踩地雷 他是把台湾人民的手伸进去给二狗咬 不然怎样 民党还更狠啊 他会呛你说 你说手和手不敢伸进去 有二狗就怕了是不是 最好啊 如果你这样讲 这很简单嘛 那你去咬他啊 你去咬狗啊 你既然那么爱被狗咬 那你去咬狗啊 所以这很可悲啦 这真的很可悲啊 我们的国军 不能没有战力 他运动在什么时候 菲律宾欺负我们的时候 就把他顶回去啊 那是什么好怕的 对不对 菲律宾最近那边跳得那么欢 以前广大信号事件的时候 如果没有海军的话 菲律宾就打死一个死一个咯 他还管你呢 那这种事情当然是要硬钢到底啊 那有什么好说 日本跑去掉一台乱的时候 顶回去啊 老共的船 莫名其妙越界 我们没有犯他们越界 把他顶回去啊 该抓都抓啊 这个要用 可是今天不是嘛 你今天你自己把人家 惹毛了惹火了 然后还把人家弄死人了 好 然后你还是说都是他的错 那结果现在人家跑进来 突然你就躲在家里面了 然后跳出来说 你怎么可以躲在家里面 他说你是中共同路人 你在撞中共绅士 是不是 老马说 我跟阿扁政治立场不同 但我们都敢去太平岛啊 你蔡英文为什么不敢去啊 我不是要跳出来说 你们都是故意 恶意升级这个 恶意升级 这个情势啊 而且呢 你知道我跟你讲还更屌的 还有这个数学顶呱呱将军 历史一级分 一百分将军 数学历史双百分将军 他讲什么 他说如果 蔡英文千万不能去 如果他去了太平岛 就是帮中共认证太平岛是中国领土 所以不能去 不能去 不能去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欣赏 他太聪明了 他聪明到知道这种话 侧意就会存到会上当 我认为他回家都在笑 平常呢 给你们好来好去 领着你们通告费 然后呢 回家还可以笑你们像智障一样 他讲那么智障理论 你们都还会相信 真的啊 我跟你讲真的 我内心理解到这件事了 他是故意瞎讲 可是民进党能怎么办 这些哥布林没地方选 你知道吗 他只能上 他只能上 你笑他87 他笑你只能吃小七啊 你知道吗 人家是聪明人 人家是聪明人 真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臭他 我跟你讲真的聪明人 有个好朋友不好意思讲 他讲什么太多 但是我跟你讲是聪明人 我在笑的是民进党 那些激进党的 你就看到民进党 其实他很多是激进党 这些人真的是蠢到 讲得没背景 他真的瞎荒谬 瞎讲一通 他们给赞 我说讲得有道理 你就看他下面留言 雄壮 威武 自信 不凡 真的啊 他真把这些人当87啊 他觉得 讲得越瞎越有市场 他干嘛不讲 这是真的啊 这真的啊 我没有给你唬烂 所以聪明人啊 聪明人中有聪明人的做法 真的 哥布林 哥布林就是一件蠢 蠢到没救 他们一直攻击 宗明轩 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把宗明轩消灭 他们就消灭了宗明轩 所以中国就完蛋了 所以宗明轩所说的 中国高铁有靠背 宗明轩所体验的 中国靠背有靠背 这个中国没有那么坏 这些事情 随着宗明轩被我出征 消灭之后 这件事情就成盖棺论定 就中国很坏 对啊 我跟你讲 再讲一个 冬季的哦 你看他消灭 冬季的 你真的以为他消灭吗 他也知道嘛 他们的受众 就是那种水准 那种程度嘛 我装风卖傻 他们也一样买单 而且还挺嗨的 高的高兴的不得了 对不对 那你再看一个偷拍仔 偷拍仔 现在已经去直接大话的 大话仔的棒子了 平步清云不能形容之啊 选个立委被me too回来 没不但没伤到 还步步高升 这些人各个聪明人 各个聪明人 我跟你讲真是聪明人 你真以为他笨 聪明得很啊 真正笨是什么 真正没料是什么 QQQ那种的啦 QQQ是真的没料 真的没料 但QQQ有一点是 他聪明的地方 他懂得包装自己 可是他脑袋还真没东西 那他是 就读书不认真嘛 对不对 八千载 我跟你讲八千载 房客也是聪明人啊 可是我跟大家说 这些聪明啊 能够在台湾 在绿营的这个受众里面 这样纵横百合 在带领一大堆哥布林 上刀山下油锅 是台湾最大的悲哀啊 最最最大的悲哀啊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对岸不像你需要 这种哥布林来拥躬你 他就照着他的计划 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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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咋办咋办 啊这里的他跳得欢啊 他有小聪明 但没有大智慧啊 小聪明是 对啊 我每天foolish 这些fool 对不对 我每天愚弄这些人 然后我收的名利盆满钵满 他们爱死我了 然后我只要结婚结婚就过了 问题是台湾的外部环境会变化 两岸会恶劣啊 劣劣化 你每一次去愚弄那些群众 群众的等级就越来越劣直 然后呢 两岸的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这样 所以我说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对啊 说的很好 叫短视尽力 但是他是小聪明 那搞不好他心里也知道 但是呢 在那个环境哪需要大智慧 捞好 吃好 收好 时间到 就出去了 还需要跟你在那边大智慧 有大智慧的人是什么 有大智慧的人是四个字啊 心系家国啊 但是这种心系家国的大智慧呢 体现在具体上面的时候 你就得做事很小心 很多人小心的时候 他就把你当怎样 绑手绑脚 帮你当小智障嘛 他就欺负你嘛 所以马英九仿东士 其实我最近看着看着 是很有感慨的 我最近看着看着 是很有感慨的 但这种感慨 我们还是要把悲愤 化为力量 努力的继续每天 打起精神努力 不仅打回精神 对 这样 对没有 这事情很现实嘛 所以你看我们 你仔细去思考 我所讲的所形容的 你去想那些 蛛丝马迹 可是你真的会很佩服 因为我长期跟森绿 在一起生活 我长期看着 他们的社群长大的 你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 哇操 怎么可以脑到这种程度 后来我误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后来学大学 我学学教育 然后呢 这个专业我就慢慢 这个我们有这个专业嘛 然后再结合现在的体悟 把它融合一下 去观察这些社群 反思一下这个过程 咀嚼一下那些脉络 突然误了 我顿误了 以前我们哦 师大的说法叫做 朽木不可雕业 朽木或可雕业 就是说真的品素质很差的学生 还是要救他 努力就看看 也许救得起来 可是反向 有一些真的是 朽木不可雕业 还真是不可雕业 雕业雕不了 救也救不了 真的 那我有时候我就想一想 真佩服孔老夫子的大智慧 他早就看出来了 其实雕不可雕业背后 所反映的是什么 人类社会 每个个体的智能的落差 跟他的思维逻辑 他是有非常大的提议的 有些人还真是救不了他 有些人还真的是救不了他 你救不了也没办法 所以我现在我也慢慢在改变态度 我以前都觉得说 我坚决捍卫 对不对 你还没有今天要教训民进党 也要我们自己来 那这是一个蠢祸的行为 因为他永远 他知道他掌握到密码 那些密码 就是他能够掌握 这些牢靠的受众 而这些受众为他所用的时候 坚不可摧 我四成又怎么样 就当他现在三成八好了 再减两次 再减0.2成 再减个两分 他还是赢啊 他已经掌握到密码了嘛 已经掌握到密码 所以我们救我们能救的 我们讲我们能讲的 至于那些攻击的抹黑的谩骂的 不用理他 人都是过去了 就算了吧 我后来又说动物就这样 我就觉得OK 好我们就做我们能做 所以我现在讲节目 我也不要从心所欲 我就觉得我讲我想讲的就好了 该关注的主题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保龄案 我们一直没有关注 我把保龄案给关注一下 那速发布置很扯 关注一下 我像这样 最后我不是写一个造谣大军吗 我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 好吧 我讲到这里 今天你有得到我的智慧的 你觉得你有得到我的智慧的 就刷个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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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来我们来看一下好 这个这一段 台中市政府说他们是跟中华界中签 然后招标6枚460 然后结果台北3枚这一般 又2200 台北是拿了10倍的价格 关市府也觉得台智光的费率太高 从2200弹到2100 降了100块 那讲完刚才是跟他解约 市府跟厂商的签约 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 你上次解约之后 后续你是要付为月薪的 你是要打关注的 如果有人涉贪 这个时候才能要求解约啊 不然你会违约啊 违约之后后面的那些法律 跟金钱负担值分更高 柯文哲的态度是觉得说 我用200万画素的监视器 一样可以配2MAY的传输 觉得没有问题 监视器的作用是防万一 不是防一万嘛 他瞬间动作变态 然后这一幕变化迅速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 怎么突然监视器跳针了 时代在往前 要先一步的去规划 因为台北市是资讯使用量非常大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mes Hears of Rooms 柯文哲大战讲话案 柯奖大战啊 好 来 这个是之前台志光案 我们找巧心来分析 其实这篇讲的蛮好的 因为这个里面提到一个很大的观念 市政府说他们是跟中华电视务 这个啦 就是台中市政府6MAY是460块 那照这个科式数学 除以2就3MAY是230 台北市政府呢 当时他们提出来是2280嘛 那事实上呢 后来是2200人 那除以230是约略得10倍 所以相差10倍 是这样算出来的 OK好 那这个部分是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来讲最后一个有趣的东西 马来有事情我们会再关注啦 大家不要担心 讲国际跟两岸本就会 现在没那么夯啊 讲直白是这样 找一下 这个 最后讲一下这个网路诈骗集团 这个非常有趣 这我今天哦 这个我今天在这个PTT就看到一篇报卦啊 然后你看了你认为政税三观哦 说大陆政府出手打房了 然后呢 就在两周前大陆国军出手打房 精准打击于北京京华区 无损其他地方 有没有在左岸工作人员可以帮忙证实一下这个新闻啊 这怎么回事呢 你看哦 这是一个网站哦 我们把它点开 叫中国七七的啊 这个是不是知道是志祺七七的纸杖号 应该不是啊 开玩笑的啊 那这个人斩拔刀斋 这个应该是在英国的人吧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在英国了 美根纳卡塔 那他说根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东部战区正进行东风17试验导弹 导弹因GPS断链 失控坠入北京燕郊的一个居民楼史上还在统计中 我都不知道这是反串还是认真啊 可是从PTT当时转贴的那个态度来看 看来不是反串 还是他被反串骗到我还真不知道 首先呢中国的任何军用系统 用的都是北斗好不好 不会有人用GPS 美军帮共军导航 脑袋有问题吗 他真有问题他就真的信了 真的有问题他真的信了 贴个两张组合图他就在那边放 就莫名其妙 然后呢你看他还特别把他给放在帽子上 这个圈起来这样子 然后而且你知道 其实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导弹在破碎不会是这样 因为这个一看就知道 他是从底部爆炸的 那导弹在打的话 他一定会有进入的那个轨道 然后而且呢 因为他是从上面下来嘛 他一定是这个中上层 会整个都摧毁掉 整栋轮会爆破掉 这样的一个爆炸的量级啊 也不达到所谓东风17系列的量级啊 东风17的爆炸的当量 是远比这个还要大的 好那也没关系哦 这些他可能不懂啊 然后呢 结果马上有PTT的网友跳出来打脸 同一张照片两周前是河北瓦斯事故啊 有没有 河北省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的一栋商业大楼发生爆炸 一式瓦斯爆炸造成7人死亡 27人受伤 这是瓦斯爆炸 好 那至于为什么会有部分有心人士制作假新闻呢 在新闻媒体自由的台湾大家一起明辨是非对吧 相信前一篇文章绝对不会有人被骗到对吧 然后呢你看哦 这个备份成功 遥远子于智者推说真的是瓦斯爆炸还是飞弹谁知道呢 诶这个真的智商有问题耶 这个烟焦爆炸的事情我们那时候还想讲耶 这脑 脑 脑袋有问题耶 你按什么 老共可以发声明说没有声音的飞弹也是很危险的啊 哦哦哦还有什么呢不可能是瓦斯爆炸啊我都怀疑啊我真的怀疑 圆坡那会出来掉脑袋的啊什么的啊 好吧 而且看到上面写GPS就知道是假的 对嘛最简单的竟然不知道 有人说这不是气爆可以回忆一下高雄气爆 高雄气爆那可是恐怖到一个不行啊 可是 诶上一篇还真的很多人被调一调中耶 我是觉得说怎么会 怎么会贴一个这种东西然后竟然有人上当呢 啊真的有人不信啊我可以再多点几个给你看啊 有没有 对像刚才这个是谁知道 还有这个你看HOS这个 啊你能证明中国不是把飞弹物色伪装成气爆吗 哦对不对还有呢 混凝土建筑物由通风路径炸出 是由内向外怎么可能长这样啊 是由外向内扮回的状态 啊还有 啊这个刚刚还讲过了 瓦斯爆炸成这样笑死没脑的才性 啊还有了看一下啊这个 对不对 你看气爆 这高雄气爆长这样吗 对不对这当时高雄气爆嘛 气爆炸很多啊 然后你看中有些比较有有智慧的人啊 看看高雄气爆的照片可中国气爆还号称有点像 啊还有还有什么还有说现在去小龙树还收到当时的行车记录器就是由内向外的 你看人家都觉得啊那个什么还有这个还有坚持要继续上车的啊这个 啊中国这张哦明显啊左边的建筑物半毁之全毁啊哦发现量最大在室外看得出来是火点在室外这有一样吗有脑 真的哦你看有种东西叫做瓦斯管线 脸都被打肿还说别人无脑 还有人想一下 那有人在呛嘛 啊49%的智障深信不疑 啊对不对 一对啊 啊你看啊这句讲啊 笑死啊 官方说调查的是鸡蛋炸鸡垫瓦斯爆炸 结果炸鸡垫瓦他们是用电的 这你就觉得因为有时候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 你看还有这个什么这个 寄邪质问通稿人代替现场报导吗 哎这是另外一边哦 哎事实上这种东西我们好像几年前也讲过嘛 反正这种事情呢就是反反复复反复复复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 你你觉得说哇靠真是美 你看还有人又有人酸了 低能的要不要去看一下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啊 都有完整高清无码 你看还有这个酸 还有这个酸的也蛮好笑 啊不过鬼找落字好多啊 也无所谓啦哈 这个平常呢让绿位吃死都习惯的 啊你看这个还没还坚持哦 还不要下车哦 啊可怜之大宅啊 坚持不下车 还有什么你看哦 哦这个 I am巴哈姆特啊 啊当天禁止所有记者拍照 有了合理的解释啊 你看周围有人出来说 40%是认为东风连炸鸡店都炸不坏吗 啊一枚东风17才炸半间店要炸到什么时候 有没有 这个也算很好笑 这个DT这一位 塔律班党是唯一的真理 只一党就是共悔 啊你看 啊还有还有这个这个还不下车哦 好 Team E2 哦他说瓦斯就瓦斯哦 我看是圣杯战争哦 好对不对 啊还有你看这个也不下车哦 哦这个Hunter Bear 啊Hunt Bear 啊瓦斯爆炸把枕弄都炸不见了 感觉也蛮糊爛的 啊还有哦再去哦 还去加吗 啊中共的瓦斯威力真的好强大 啊还有这也不下车哦 这个K型79 哎党说瓦斯气爆就是瓦斯气爆了 我党最相信哦 哦还有这个酸的很到位 这个ROM 这个ROM 这个06 没错 影片是搜成的 嘻嘻 你看哦 这个最好笑的哦 这个布 这个布大席哦 还不愿意下车耶 他会换一个布呆席啊 这个又 这个一定是在这个人家 畢竟是中國人 他還在酸 不敢直接推文你知道嗎 他只敢貼貼文來酸 還有這個也不下車道 STOKE這個 瓦斯爆炸 鋼筋怕燈融化 還真厲害 還有這個部分慶紅照白 直接罵人的你看 還有這種 真的糟糕 你看很多人在說備份成功 還有這種不願下車的 別人說你就姓傻 不就跟上篇文一樣嗎 你不是很好笑 不然要姓傻 還有你看這個不下車的 99錢 插娘 放個行鑽記錄器 油內往外的影片 不就好了 自己去Google啊 你Google不會百度喔 真的是很佩服他們 很佩服他們 還有什麼呢 這個也不下車的 這不確定是飛彈啊 但是確定不是瓦斯啦 還有這個 這也不下車啊 這個JH這個 他說 我是不相信飛彈 但這更不可能是瓦斯氣爆 不錯 不錯 讚 你看這一隊在笑他們 還有這個 這個聲的很倒楣 這個ARK 他說 再說三峽大巴 再崩潰一次給你看 還有這個 好幾個好幾個不想下車的 這個E-Stone 我失去暴走也很誇張 這有人出來嗆毒了 這個JIM 確實是氣爆 小紅書一堆影片 這個也不下車這個力喔 中國哪次不是瓦斯爆炸 好吧 不過我們笑歸笑喔 這也很切實的反映一個台灣現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啊 就是呢 台灣現在假消息跟認知作戰是無所不在到處衝刺低劣到不行等級非常的糟糕 那這麼這麼低能的謠言 他可以隨便先PO個東風時期的照片組合一張燕焦法師爆炸的現場 然後就完事了 隨便寫個理由就完事了 然後說這個什麼鋼筋不會融化 鋼筋不會融化是有在分是氣爆還是熔爐斷爐嗎 鋼筋會不會融化是氣是溫度問題啊 氣爆溫度超過了融化溫度就融化了 有什麼好說的 可是他這麼簡單的物理學常識 他們可以跟你在那邊扯蝦齒帶扯一大堆 然後呢每天就在PTT上面 在各大論壇上面 就不斷在反覆傳送這種各種東西啊 你覺得 唉 不過也很好啦 就台灣正常的智商至少會增加嘛 這也是個好事 但我們台灣就是太多人看這種悲哀的訊息 以至於到最後怎麼樣 以至於到之後培養出一大堆瘋狂哥布林 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不斷撕咬 黨說啥就啥 黨指東他不會向西 黨指北他就往北爬 黨指南他就往南滾 到處出征到處殺人 網路殺人 搞到你看中文宣都跑到印尼去了 他也是不放過 繼續的各方征長 然後他們的政治人物聰明一點的 在家裡應該都在笑這些哥布林 蠢的跟白痴一樣 然後票還投給他 他錢算到抽金 豪宅一棟接一棟買 在美國自產送小孩出國 吃香喝辣 做商務艙 隨便他 他怎麼幹 咋幹 車一台換過一台 對不對 從Toyota直升特斯拉 搞不好還可以升得更好 搞不好直升便利都有可能 然後剩下的苦果 是我們一般台灣人來承受跟單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未來 要很積極去面對的問題 所以我剛好看到這一篇 我一定把大家分享出來 你可以看到 其實剛才那個分享 大部分的人是在笑 大部分的是在笑那些殖民不悟的人 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這個 這個烏肉 烏肉烏肉烏肉 幹嘛打算民進黨的美夢 還有你看這個 這個也是正義之事吧 別人根據事實陳述阿里勒 拿出證據證明是五毛 還有邏輯嘞 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 的人都在笑那一些发了疯的人 那一些人现在慢慢躲起来 就是他有事成 怎么在网络上不到事成 因为他们那很多 也是不会上网的族群 所以其实台湾人是慢慢在清醒 可是可悲是因为他掌握执政权 他有很强大的权力 然后他是毫不忌讳 毫不避讳去用这些权力 比如说他们调查就有KPI 就是要来约我吃饭 来调查一下 我是不是有最近有事 有没有去哪里这样子 我想他们今天调查 就调查比较没那么严格 还有一个点 我都没有出国 一个国都没出 一个国都没出 也没去对岸 今年从去年到今年 去年去完之后到现在 整整一年多了 像在台湾宅男一样 打死没出国 每天就是两点一线 上班 去上节目 去上通告 下班 回家 也不是算下班 下通告 回家做直播 准备频道的东西 每天都是两点一线 星期六 全家带着老小 出去玩 最多出源门 是想去高雄 坐高铁回高雄 回去找爸爸妈妈 所以他拿我没辙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 就非常非常的单纯 我跟你讲 这种生活没有几个人挨得住 真的 你就想吧 你想不想出去玩 我跟你讲 我很久没有出去度假了 我们只有过年的时候有出去 过年的时候累得要死 开车 那也是去看岳母 去看岳母 附带度假 带小孩去给岳母看 给他们外婆看一看 附带度假 其实失去6小孩 真的啊 你说 我跟你讲 我也没玩游戏 我一个游戏 我现在要打开游戏 还得重灌 真没玩 我就是一直在看YouTube 而且我现在看YouTube 看这个 看这个Bilibili 看各种平台的资讯 越开越快 怕知识吸收太慢 我现在都转成1.25倍数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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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就这样吧 OK 好 这个今天聊到这里 那最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超级留言 我们谢谢白小仙人 我跟你讲 马英九去大陆要向大陆彰显自96开始 台湾就有自己主体性 搞不好会啊 不知道 这个骗手 这个是那个啦 好像是陈建人也有呛马英九嘛 说什么叫他去讲什么 台湾主权独立啊什么的 那你自己去讲啊 你为什么不讲 只永远在骂 永远都在怪别人 骗手剑 这个 我是国民纳旦的旦纳部长 唐丰德书 今天呢有个小乖乖 来咱们的外面喷东西 说我没事没做事 我好受伤呢 对此呢 我以唐丰文回应 本部突击 均善弹冲本当上手 人人怪我 可能本部强化 稍只需要 折脚的机会 均了解师为何不用 面线service system大臣 绝对告知 我身为国民旦纳 说的话你听得懂吗 有人没 抱歉因为我不太会讲日文 OK 好 我们记得要30万订阅 订阅起来 按赞订阅分享 赶快按赞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 今天没破千好可惜 一直卡在那950960 看得心痒痒 好 再来胖凡事 我还要问一下 QM的自然卷还是烫卷 我还真不知道 可是他永远都长QMQM的 搞不好是烫卷 那更中二了 应该是烫卷吧 我猜 符合他的人设 白白先生 如果持续关注马力走去大陆的话 不排除阿伯要拉一波大的 不知道 不知道阿伯又想干嘛 阿伯最近忙着跟蒋旺安在吵架 越吵人气就吵回来了 好 再来 这个 待听料 感谢 马上我想到韩去厦门的时候 本应为厦门大学会安排学生欢迎 结果根本没消息 去问辅导员你说也是等消息 最后我们台湾的学生 自己翻墙看新闻 提前在学校行政大楼等韩 当时为安超严密 堪比大陆国家级领导视察 进学校后巴士车队沿路警察护卫 只有韩在大楼前下车 一群人才能高高远远喊市长好 跟韩远远的跟大家挥手 而当天一大堆记者是连校门都进不去 全部在校几个校门口赌学生问问题 没问到想听的东西 或者被拒绝海脸超错 你当时在现场见证 你是下大的同学就对了 OK 感谢分享 心底猴 每次历史跟念网路留言 都会自动带入角色扮演 果然是玩过不在习人给你赞 谢谢 好 卢比 都怪闷锅说太早错过了 老白干 反共无罪 照反游离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绿界 绿界PayPal没有 好 好那我们来看微信的 我历史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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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的那些也很害怕 那些也不可以把我们拿起来 大家都知道嘛 其实我会觉得我历史的 要想一下 他就记得 你要做主媒体哦 不然你做全台业的节目好了 我来帮你主持 反正我又不太贵了 对吧 我们摸着摸贪 多减贪才不算 好来 微信耶 飞加6 谢谢 ST加6 谢谢 这个鹏 大鹏展示的鹏 加20 节目越来越好 嘉宾的观点就挺有趣 感谢哦 Tony小猫 加18.88 前面直播没跟上 不知道讲这一题没有 历史哥调查局 后来饭吃的菜色如何 去吃热炒很好吃 然后吃的蛮饱的 而且当天因为中午没什么吃 所以这个 哦 造谣有理是不是 哦是造谣有理哦 哦好好好 好吧 刚才没注意到 造谣有理哦 念错 看错了看错了 蛮好吃的啦 因为那件是名店啊 人超多的 可能很感谢啦 也是感谢 再次谢谢公开谢谢调查官 请我们吃饭谢谢 但是这种饭不用多 这个一年一次 我觉得差不多了 好莫正的莫 加5时 历史哥晚上 最近B站上有一部 比较熟记录片 何以当归哦 台湾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YT上也有 好谢谢 再来祝你小茂 东风17炸下来的话 50平方公里内 寸草不生 这种低劣的连接 一秒钟就知道是假的 民进党支持者 确认集体高潮 有况还是多看正常的知识 对啊 所以多看历史哥 多看历史哥 土蒸记没有啦 那是一个很热门的热炒店 而且这次是约在调查局的对面 对啊 小草 来我们来看最后这个 来看一下 黄国昌咆哮柯建民 这支片 不知道为什么流量上不去 好奇怪哦 我们看一下 很重要哦 因为有 那是口头之群的 是不是很厉害 不好意思 请你尊重人家发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讲话 你插什么话 你在讲话 我不是在插话吗 我个人来个人 开给你 开给你 店长 我有说错吗 干得不尊重人吧 我赶快离开 当咆哮从被动技能 变成主动技能的时候 我认为黄国昌已经升华了 黄国昌在偷笑啊 蓝白之间都 我为民进党今天是要来翻案 结果民进党他不是单纯翻案 他想要怎样 他想要翻桌 基于对院长最后的人还是来了 先抢占道德制高点 强调占领他的高度 高度来自于哪里 尊寒攘绿 还拉白啊 有人时间不算 没有职群的事情 是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好协商的 不要浪费大家的劳力时间费用 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了 按照议事规则走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好 这个 是这个黄国昌上次呛 呛呛科借名的时候 然后最后应该这几 一二三四 好像应该都宣传完了吧 OK好 这个是两天前的 这应该看过了 好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什么 郑基文总编的会员专属已经上架了 所以有加入会员的朋友呢 可以赶快去看 我们最近这个会员专属应该都上去了 最近最近每天好像都有上一片 这个我们蛮认证在做的 OK好 会员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下会员福利 记得要订阅起来 订阅起来 来我们最后宣传一下吧 其实我觉得黄国昌蛮辛苦的啦 这一点喔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那些狂潮 对我们是如此的愤恨不平 不太理解 我也是你看黄国昌做好 我也是给他很多打气加油的按赞 以前阿伯很认真在选举 那时候还没有蓝白分裂的时候 我也是很认真按赞 蓝白分裂的时候 我也不是一直都骂他 对不对 可是我不知道 搞不懂他们 对我好像仇人一样 我是弄不清楚啦 可能人家 nurturing啦 他们那个小二子会多聚 norms 我们 facil midst 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他们台湾阶退更高 我们都去 他在这儿觉得 我们都没有假注的 那头ka有问题 都没有支持阿伯 他阿伯这么确 都为 dass台湾好 你呢 每天都给他号 Hebrew 他跟阿伯 ID 我是在这讲啦 上面没了阿伯 他要做一個郵村的東豬席 什麼東西 沒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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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 啊跟支持也沒沒沒 啊你說啊你你你剛才支持不支持啊看流量看流量 你支持不支持你講對不是啦啊就真的已經沒新聞嘛 啊說實在你郵村東豬席就沒沒中藥嘛 你小洞就是這樣你不是屬性嘛 我們說真是屬性嘛 所以不是人要跟你招 不是條件要跟你招 也不是每天要跟你補 啊你不能說人要在討論 討論你當然你是出事比較好人要跟你討論啊 啊你又沒出事可以跟你討論 啊不然你做一個郵村東豬席 啊你這洞的就是小洞的嘛 不是條件跟你說你小洞的 現實就是你是小洞的 小洞的本來就是沒影響力 啊不然影響力啊當然出事的時候一定有人批評有人贊成嘛 啊你不能說人批評的都都是他在跟你討論 喔都都是在 喔都都是因為喔 沒阿伯有流量啊所以你才來 沒有意思嘛 對不對 對啦不可以批評啦 告罪了就是你 啊不然你是你聽阿伯是在聽一個信 還是你真的聽一個信用 還是真的覺得他做事他做得很辛苦 其實我按照實說啦 喔我們這間這個monitor這個事情喔 喔 說八啦 升級喔 喔他的想法是升級我了解啦 啊但在我看法喔 你monitor本來就是不是風萬一 啊不是風一萬是風萬一嘛 啊萬不一如果出事的時候 啊剛好你喔 你剛才你的兒子 啊那個網路走不走 啊流量走不起來 因為你你還跟這一節的兩枚嘛 啊兩枚走不起來的時候 啊剛才卡到 啊他剛好那張堂不撞到 啊這不是沒效 所以啊 教實說他本來佩地的 因為你開五千四百萬 找那個台灣小洞 啊他本來做出來的報告就說五千四百萬啦 啊五千四百萬 他應該不是說五千萬 他還說是要三枚嘛 啊所以你就應該是要三枚差 啊你如果三枚都總是全案 你看最好結果 是那個現在主持長做出來的 他比較一個 他本來四千六百萬嘛 啊你做出來是五點 啊他不是 你是四億六千萬嘛 啊他是五億空五百萬 啊比較一個四千五百萬 啊其實你轉台北市 要兩萬幾的monitor 啊這個介紹 我是覺得 那都是台北市 他們是可以接受的啦 因為台北市說實在 一年的醫生 那麼多 那其實這樣沒有多少啦 啊但是喔 為了喔 我也不知道說 你們家的阿伯是在叫氣的 還是在怎麼樣呢 你如果說真的是 哦 無實 啊 你說你的 無實理性科學 啊真的是無實理性科學 啊應該要 主理這個報告 因為你要花五千四百萬做報告 你就照報告去走就好了嘛 靠啊你在那裡 那後來 後來就沒意思了 現在越玩越陷 玩家變成說 現在他最帥的是好農賓 對啊 好啦 這是感嘆啦 啊感嘆啦 啊但是我也不知道 Ing 天下也讀 好吧那今天就到這裡吧 明天早上七點半 幫我吃早餐 十一點 歷史一起秀明天是李桂梅委員 然後八點 啊晚上八點 明天有吃播囉 好久沒吃播了 我們明天早播 播機 播啊播機 啊OK 好 那我們今天只出了一片 追人手比較少 所以我們平常短片 會少出一片 OK 那你剛才給大家放完了 那我們就明天見吧 那我們繼續追尋歷史 追求真相 一起大智慧 看穿這人世間的一切誤會 好不好 所以一起大智慧 加每天晚上八點 準時收看歷史歌 刷起來 明天見 拜拜 有請客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